第381章 金袍借灵诗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楚风所指的地方就是如今的这座殿堂 只不过地图上 这殿堂的中心有着一件东西 可是此刻这里却并没有 最主要的是 若是仔细观察 便会发现 其实这座殿堂有两层 可是此刻出现的 只有一层 这说明 要么在这殿堂的下方还有一层 要么在这殿堂的上方还有一层 这里并非真正的尽头 当子灵发现这一变故后 他便赶忙来到 那地图上标示了物体的地方 在此处布置了一道结界阵 随后只听他轻贺一声 开那结界阵便绽放其耀眼的光滑 而与此同时 在那结界阵所在的方向 竟然出现一座 萦绕七色光芒的石台 那石台浮现之后 光滑越来越盛 最后进硬事儿上 笼罩了殿堂的顶部 而最为奇异的是 在那七色光芒的笼罩下 殿堂的顶部竟然开始变化 那特殊岩石的越来越淡 最终竟然开始消散 浮现在楚风与子灵眼前的 是另一座殿堂 那殿堂的形态 与这座殿堂相同 但是唯一不同的是 在上方的殿堂中心 悬浮着一道笼咒 那笼咒飘浮在半空之中 散发着奇异的能量 仿佛在那小巧的笼咒之中 蕴含着万千变化一般 而最主要的是 在那笼咒的外面 有着九个金色大字 悬空而立 九段五计 竟是九段五计 看到九段五计的四的大字 子灵顿时眼前一亮 胶躯一纵 便飞奔而起 探出玉手便飞奔而去 向那蕴藏着九段五计的笼咒抓去 这丫头 好快的速度 见到这一幕 楚风眉头紧皱 因为她知道 子灵之所以如此快速地动手 一定是因为害怕 自己先踏一步 抢夺那九段五计 这丫头 显然还并未完全信任于她 温可是 子灵的牵牵御手 还未碰到那道笼咒 一层奇异的能量波动 便扩散开来 瞬息弥漫了 上方的整座大殿 刷刷刷 紧随其后 在子灵的四周 竟凭空出现 数道金色的结界锁链 那结界锁链 宛如油蛇一般 在子灵的身上缠绕 将它捆绑得严严实实 可恶 哇 这一刻 子灵运转全身的力气 想要挣脱 但是奈何刚刚用力 那金色锁链便急速收缩 就快要勒入她的骨骼 那肉体仿佛要被粉碎的疼痛 使得子灵的小脸 顿时变得苍白 大片的汗珠 自额头滑下 疼得不由地尖叫起来 怎么会这样 这既然也是机关 可是 我以精神力探知 明明没有任何问题啊 看着那在上层殿堂 饱受折磨的子灵 楚风神情微变 因为她根本看不透 那殿堂的机关在哪里 不知道该怎样去解救子灵 因为那金色的结界锁链 实在太过强横 凝聚的结界之力 是楚风从未见过的 简直是无解 问 而就在这时 在子灵身旁的空间 突然一阵蠕动 随后竟然出现了一道身影 这是一道神石 身体为半透明色 但这道神 还是一位戒灵师 因为他穿着一件戒灵袍 将他的容貌遮盖得严严实实 而最令楚风吃惊的是 这道神石所穿的戒灵袍 非常的不一般 金芒四溢 威严大气 其中刻画的符咒 也是非常的特殊 仿佛每道符咒 都拥有万千变化 无穷力量 那人穿的竟是戒灵金袍 金袍戒灵师 楚风满面吃惊 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 在九州大陆 紫袍戒灵师 已是无人达到 宛如神话一般 但是此刻 在自己的面前 竟然出现 一位金袍戒灵师 这让楚风如何能不吃惊 与此同时 那位金袍戒灵师 也是将目光看向楚风 他的双眼如鹰 宛如两刀利刃 刺穿了楚风的身体 看穿了楚风的一切 让楚风无法抵挡 这 这便是金袍戒灵师的力量 太可怕了 除了我丹田内的神雷 似乎一切都被他看穿了 楚风再次大吃一惊 甚至额头不由留下了片片冷汗 因为他发现 眼前的金袍戒灵师 实在太可怕了 他从未见过这么可怕的人 只是一眼便洞穿了他的一切 嗯 而在看了楚风一眼后 那金袍戒灵师 也是表现得有些意外 随后发出一声 中年男子的声音 道 小小年纪 竟然与修罗戒灵帝结了契约 不简单吗 小子你与这姑娘 是什么关系 回前辈 她是我的朋友 楚风恭敬地回道 面对这位 他不敢有所不敬 因为对方太强大了 他掌握的力量 绝对是楚风无法想象的 恐怕对方只要意念一动 楚风便可灰飞烟灭 只是朋友吗 金袍戒灵师淡淡地问道 声音中有所质疑 不 不只是朋友 他还是我 他还是我的心上人 恳求前辈 能放过他 楚风恳求道 放过他 看来你是想救他 金袍戒灵师好奇地问道 想 当然想 只要前辈 能放过他 想让我如何 我都愿意去做 您可以折磨我 但请你放过他 不知为何 当楚风看到紫灵 那痛苦的模样之时 他实在于心不忍 哪怕自己去代替他 承受那种痛楚 他也愿意 原来还是个痴情种 可是你要清楚 刚当他见到 我这五计之时 可是根本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 而是私心极重 想要自己获取 这样的女子 也值得你爱 金袍戒灵师 似是在提醒楚风 紫灵是一个私心极重的女子 也许在前辈看来 他不值得 但在楚风眼中 他值得 值得我奋不顾身地去爱 楚风坦然地笑了 满面的真心 楚风 并不是真的爱紫灵 他对紫灵 也一直有戒备之心 怎么可能爱上他 只是 他不想紫灵受伤害 并且 他知道 若是这位金袍戒灵师 不想楚风 和紫灵活着离开的话 楚风说什么都没用 面对这样的高手 当你擅入对方的领地 惹得对方不满之后 绝对不是简单的几句求饶 就能打动对方 让人家放过自己的 本章完 第382章 拼死相救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密封 此刻 既然对方还未直接动手 了结楚风与紫灵的性命 而是一再询问楚风一些问题 那就说明 对方也许还并不想杀掉楚风和紫灵 至少暂时是这样 若是 他真的还不想杀楚风和紫灵 楚风和紫灵 就还有一线生机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楚风俘获紫灵芳心的最佳时机 在之前 楚风再怎么说 自己喜欢紫灵 紫灵都不会相信 反而会感到厌恶 觉得楚风是花言巧语 但是在这生死关头之际 紫灵的内心是极其脆弱的 楚风在这个时候 为他出头 一表心意 是最容易打动他的 反正生死难测 楚风决定在这个时候拼一下 拼这位金袍界灵师 还会给他们一个机会 一个生存下去的机会 前辈 我恳求你放过他 不要折磨他 有什么事情 您冲我来 我代替他来受罪 楚风拍着胸脯说道 大有一副 紫灵的罪过 由他来抗的架势 哼 有趣 你这姑娘 还挺有魅力 竟能让这样一个优秀的少年 此般对你 金袍界灵师 看了眼紫灵 随后又对楚风说道 他的罪 不能你代受 不过 既然你执意救他 我也就给你一个机会 刷 说话间 他袖袍一挥 伸出手掌 对着楚风轻轻一指 只见楚风所在的殿堂之中 便萦绕出刺骨的寒气 那寒气极其霸道 几乎瞬间 便将这座殿堂 化作了一座冰窖 楚风的四周 皆化为冰 哪怕楚风以旋力抵挡 但却也被那寒气倾体 此刻肌肤之上 凝聚成一层层冰霜 并且 那冰霜还在急剧增加 刷刷刷紧随其后 那金袍戒灵师 又对着虚空舞动手指 很快地 在楚风的面前 净浮现出一幅 高达两米 长达十米的画卷 记住这画卷的内容 金袍戒灵师开口道 事实上 在金袍戒灵师开口之前 楚风已是将目光 投射到那幅画卷之上 用心地去铭记那画卷的内容 刷 可是 金袍戒灵师画音刚落之际 他的大秀却是突然挥动 与此同时 那张画卷也是四分五裂 散落在了这浩瀚的殿堂之间 半个时辰之内 将这幅画卷恢复原样 他便可得救 半个时辰之内 若无法恢复这幅画卷 那么他将被这结界锁链 勒成四分五裂 你的心上人 将连句全诗都不剩 金袍戒灵师说道 搜听得此画 楚风也不犹豫 身形一纵 大手一挥 旋力肆意而出 便想将那些飘荡在浩瀚大殿的画卷残片 巨荣而来 然而 令他无奈的是 他的力量 居然无法调动那些画卷残片 最令他吃惊的是 此刻他在这大殿内 竟然无法施展出任何武技 并且双脚异常地沉重 每踏出一步 都是极其费力 与此同时 那刺骨的寒气 正在不断侵蚀楚风的身体 楚风感觉自己的身体 越来越麻木 越来越僵硬 渐渐地 要失去对身体的掌控力 可恶 你竟然封锁住了我的力量 你这样做 我怎么可能在半个时辰内 恢复这幅画卷 楚风有些气氛 那金袍戒灵师 简直是给他出了一道不可完成的难题 这就是你的事情了 金袍戒灵师黑黑一笑 如同在看一场好戏 随后补充道 对了 虽说半个时辰内 你无法恢复这幅画卷 你并不会死 但是这寒气之强 以你的修为 根本无法撑过半个时辰 也就是说 无需半个时辰 你就会死 当然了 出口就在那里 你若不想死的话 随时可以离开 但是你若离开 那么他就必死 至于 是要拼命救他 还是你们共葬于此 就看你自己的决定了 哈哈 突然 那金袍戒灵师一阵大笑 而在他的笑声之中 身体也是 开始消散 最终融入了上方的殿堂之中 啊 而就在那金袍戒灵师 消失之后 子灵则是再度痛苦地尖叫起来 抬头观望 楚风惊恶地发现 那缠绕子灵的金色结界锁链 竟再度收缩 虽然收缩的力度很是缓慢 但是还是会对子灵 造成巨大的痛楚 这样下去 子灵的身体 真的会被这结界绳索勒坏 该死 我就不信 我无法在半个时辰内 恢复这幅画卷 见状 楚风也不再犹豫 血液之中的两道雷霆涌动 气息瞬息 攀升到了玄武五重 而伴随着实力的提升 楚风的脚步也变得没有先前那么沉重 甚至可以跑动 于是 楚风开始在这满是寒气 如同冰窖一般的殿堂内 四处搜集画卷残片 可是随着 他在这冰窖内驻留的时间变长 寒气侵蚀他的力度也越来越强 楚风浑身上下都被寒霜包裹 走路越来越缓慢 肌肤正在失去生机 而看着楚风那样卖力地为自己争取活下去的机会 子灵则是被持锦盒 尽量忍受着身体传来的剧痛 不再发出痛苦的叫声 不得不说 楚风的记忆力很好 他所拾取的每个画卷残片 都能够摆放到正确的位置 只不过 随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楚风的身体已是渐渐难以支撑 到的最后甚至不断跌倒 浑身上下都开始颤抖着 楚风 你不要管我了 快走吧 不然我们都会死的 这一刻 子灵也是于心不忍了 竟然劝楚风离开 闭嘴巴丫头 我怎么可能置你于不顾 楚风墙挤出一抹微笑 也不理会子灵说什么 而是继续四处拾取画卷残片 可是 此刻的楚风 真的已经力不从心了 寒气已经深入骨髓 她的身体已经僵硬如铁 已经渐渐失去了对身体的掌控权 终于 楚风无力地趴倒在了地上 楚风 你 而看着那已经无力地趴在地上 但却还在努力站起的楚风 子灵似乎已经忘却了自己的身体传来的痛楚 因为她的内心在颤抖 她的灵魂在抖动 因为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楚风会真的不惜自己的性命 来救自己 面对一个 与自己非亲非故的人 这样拼命地救自己 子灵无法做到 不为其动容 本章完 第383章 珍惜眼前人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这一刻 向来坚强的她 竟然湿润了眼眶 突然 大声呼喊起来 你这家伙快走 我不需要你来救我 更不希望你为了救我 而赔上自己的性命 你快走 你我本就非亲非过 你又不亏欠我什么 没必要这么帮我 你快走吧 快走 不要管我了 这一次 子灵是发自内心的 她不希望楚风因为自己而死 她希望 楚风能活下去 毕竟她如今会被困在此处 完全是因为她的一己私心 完全是咎由自取 不关楚风的事 只不过 楚风却依然不理她 而是执着地想要站起 而在 已经无法站起的情况下 楚风则是毅然地选择爬行 用僵硬的双手和双脚 一点一点地移动自己的身体 开始 楚风只是想尽力去解救子灵 若是无法救下的情况下 楚风也会选择离开 不想因为子灵 而葬送自己的性命 但是当子灵劝她离开之际 楚风的心头却是一颤 她竟然动摇了 莫名其妙地涌现出了一种 必须救下子灵的想法 并且那种想法越来越坚实 道德现在 已是坚不可摧 无法动摇 虽然 楚风要救子灵的决心 已是不可动摇 但是她的身体 却早已力不从心 现在 她的视线开始变得模糊 意识变得模糊 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 拼凑完整的画卷 救下子灵 但是这个念头 却无法支撑她继续坐下去 最终 楚风身体一摊 无力地趴在了地上 已是陷入昏迷 而当楚风昏迷之后 便无法运转旋力 抵挡体外的寒气 寒气如同无形的凶猛野兽 自四面八方向楚风围攻而来 很快便将楚风凝结成了一个大冰块 彻底将它冻结了 楚风 而见到这一幕 子灵则是面容大变 开始歇斯底里地呼喊起来 此时此刻的 玄力被封 精神力也无法动用 根本不知道楚风究竟怎么样了 还以为楚风已死去 只要想到已经死去 并且是因为自己而死 她那眼眸之中的泪水 便如泄渣的洪水一般 花花流下 浸湿了她那绝美的脸颊 虽然实力不济 但是毅力可佳 看来这小子 是铁了心要救你 从一开始 她就没打算 自己一个人逃离 可就在这时 那金袍界灵尸 竟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 子灵的身旁 对子灵说道 想看看她有多爱你吗 花霸 她也不带子灵回答 绣袍 对着下方的殿堂甩了几下 那覆盖在下方殿堂的寒气 便被她收入了绣袍之内 这一刻 下方的殿堂 竟然恢复了先前的模样 甚至一丝寒气都没有留下 只不过楚风 可就是模样大变 此刻的楚风 竟然已经念慕全非 浑身上下的表皮 全都是裂痕 甚至有的地方已经溃烂 露出了森森白骨 满身都是深入骨髓的冻伤 楚风 看着这样的楚风 子灵的眼睛猛然放大 微张得小嘴之中 映射着内心深处 说不出的震撼 看到了吧 她身体承受的痛楚 可比你严重得多 但是她坚持到了现在 你说 支撑她的是什么 金袍借灵尸笑问道 乌尔茨克的子灵 早已哭得泣不成声 连话都说不出来 小姑娘 有这么一个爱你的人 应该好好珍惜才是 我留下此处遗迹 为的就是留给有缘之人 不过可惜 有些人太过贪心 所以我并未全部赠予 这九段舞技 就送给你们了 希望你们两个小家伙 能早日成长起来 在那片群鹰晦翠的土地 有一日能看到 你们二人的身影 金袍借灵尸 淡然一笑 身体便消散开来 化作了满天的七色光滑 那七色光滑 从天而降 落在子灵身上之际 竟使得那捆绑子灵的 金色结界锁链消失 而当那七色光滑 落在楚风的身上之时 楚风那残缺不全的肉体 竟然瞬息痊愈 楚风 这一刻 恢复自由的子灵 胶躯一纵 便来到了楚风身前 将那趴在地上的楚风 搀扶而起 嗯 楚风迷迷糊糊地 睁开了双眼 脸上还挂着痛苦的表情 子灵 你 而当其看到眼前的子灵之后 则是瞳孔猛然一缩 恍然大惊 不由地抬头观望四周 发现一切都是 如此的正常 那刺骨的寒气 消失得非常彻底 仿佛从来就未出现过一般 我刚刚 不会是中了幻象症吧 楚风揉了揉脑袋 怀疑自己先前经历的 只是幻象 不 不是幻象 一切都是真的 是你的毅力感动了他 是你救了我 见楚风苏醒后 子灵竟然焦躯一倒 主动扑入了楚风的怀中 紧紧地抱住了楚风 这 这一刻 楚风有些发愣 因为幸福来得也太过突然了 子灵就这么被自己搞定了 但是不管怎样 至少这是楚风希望发生的事情 所以他也不客气 双臂一张 便紧紧地抱住了子灵的小蛮腰 你干什么 可谁曾想 楚风刚刚碰到子灵 子灵的玉体 便不由剧烈一颤 下意识地挣脱了楚风 那家带着阵阵丰盛的手掌 也是朝着楚风的脸颊扇去 不过好在 就在那手掌 距离楚风的脸颊半寸的时候 却又停了下来 这才使得楚风逃过一劫 看了一眼 看了一眼楚风 子灵的脸上涌现出一抹羞愧 随后站起身来 身形一纵 竟再次掠上了上方的殿堂 探手向那九段武技抓去 子灵 看到这一幕 楚风吓得心惊肉跳 心想这丫头 可真是要前不要命 好不容易脱困 竟然还惦记那九段武技 这也太不长记性了 刷 可是谁曾想 这一次子灵竟然成功地 将那九段武技握在了手中 随后飘然而下 而当子灵再次落地之时 则是握住楚风的左手 把那九段武技 强行塞入了楚风的手中 说道 这个你留着吧 本章完 第384章 另有乾坤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这 看着手中的武技 楚风有些犹豫 因为之前明明说好 武技给子灵 炫耀给自己的 这个武技 无论怎么说 都应该给子灵 可是 这毕竟是九段武技 九州大陆没人修炼过的武技 将这种武技送人 楚风着实肉疼 楚风 将这九段武技给他 只要你将这武技给他 也许就能在此刻俘获他的心 这丫头 也许会因此爱上你 区区一本九段武技 怎么能比得上 天字神体所带给你的好处 这还需要犹豫吗 可就在楚风犹豫之际 淡淡提醒的声音 却是突然在耳边响起 而在淡淡的提醒下 楚风则是咬了咬牙 随后趁子灵不备 闪电般的出手 将那手中的九段武技 拍到了子灵的脑门之上 问 就当那九段武技 与子灵脑门接触的一刹那 便化为一缕光芒 钻入了子灵的大脑 消失不见 楚风 你 对于楚风的举动 子灵满面的吃惊 美眸瞪的溜圆 小嘴也是微微张起 因为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楚风竟然会主动 将这九段武技 灌输于他 要知道 这可不是普通的武技 乃是九段武技啊 说话算话 说好武技是你的 就是你的 楚风笑嘻嘻地道 显得一脸无所谓 看着那样从容的楚风 子灵的内心 则是急剧变化 有着说不出的感觉 于是他低声说道 楚风 谢谢你 谢什么谢 对了 这武技 真的是九段武技吗 楚风无所谓地摆了摆手 但随后 还是好奇地追问起来 嗯 是九段武技 非常厉害 看来这里的主人 是一位超级高手 子灵点了点头 是啊 他留下的一道神识 都如此厉害 若是他本尊 那岂不是更加了得 不过 这一技显然有些年头了 若是那位金袍界灵师 真的就是这里的主人 那他岂不是活了很多年 那如今的他 会是怎样的境界 楚风说道 这里 虽然没有千年那般久远 但几百年的年头 肯定是有了 若是武军强者步入巅峰的话 几百年的寿命 不是没有可能 若是武王境界 那就更另当别论了 何况他是界灵师 寿命比寻常人 总是要长一些 子灵解释道 嗯 听得此话 楚风也是赞同地点了点头 但他也发现 子灵知道的东西 似乎不比他少 甚至还要多上一些 至少在修武境界上 比楚风知道的还要详细 龙龙龙 可就在这时 殿堂中心的石台 竟然开始隆隆作响 映射在上层殿堂的七色光芒 也是急速消退 最终 那存放九段武器的殿堂消失了 岩石打造的顶部回来了 但是 那石台的龙龙响声 却并没有就此消散 而是越来越响 并且伴随着那响声 这石台竟然开始缓缓向下沉去 而当那石台下落之后 楚风和子灵惊恶地发现 这竟然是一座通道 虽然通道很窄小 但的确是一座通道 竟然另有乾坤 楚风大喜 先以精神力探测一番 发现并无危险后 便率先走了下去 子灵也是紧随其后地跟了过来 顺着通道走了大概千米之后 前方出现了一道透明门 这结界门是透明的 能够看到门外的一切 这 这是 而当楚风与子灵 看到那结界门外的一切后 二人皆是大惊 这 同样是一座殿堂 且这座殿堂 与楚风二人刚刚所在的殿堂一模一样 只不过 在这座殿堂的中心 则悬浮着一座圆形的石台 这座石台很大 直径足有百米 像是一个小型的广场 就这样忽上忽下的 悬浮在浩瀚殿堂的半空之中 异常神奇 不过这并非重点 重点是 此刻在那石台 正散发着一束光芒 笼罩下 在那光芒之中 竟有着八十八人盘坐在地上 这八十八人 正是八方势力所派出的顶尖高手 只不过 此刻的他们 脸色可不好看 双掌叠加 浑身颤动 正在运转天力 抵挡着什么 哇 突然 一位天舞进一重的老者 身体剧烈一颤 大口鲜血喷洒了出来 无力地趴在地上后 便开始痛苦地挣扎 悲惨地大叫 在他挣扎的过程中 他的身躯 竟然开始变得扭曲 体内不断传来噼里啪啦的响声 就像浑身的骨骼都在粉碎 与此同时 肉体也是开始变化 最终净化为了一滩血水 看着这样一幕 楚风与子灵四目相对 二人皆是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 将一位天舞一重的强者 硬生生地化为了血水 那将是怎样可怕的力量 可恶 竟然中计了 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宝藏 是一座幻象镇 我们上当了 眼见这一幕 一位身穿火红色长袍的中年男子 愤怒地咆哮起来 这位乃是天舞舞虫的高手 火神谷的谷主 火神谷主 若不是你太过心急 见到有宝藏 便飞掠而来 我等也不至于跟着你 一同踏入这座幻象镇 此时此刻 陷入这大镇之中 无法逃脱 一名双眉如剑的黑发男子 冷哼一声 而这位 竟同样有着天舞舞虫的修为 乃是剑神谷的谷主 放屁 若不是你们同样怀有私心 何必跟随我 一同闯入此处 火神谷主怒喝道 全都给我闭嘴 此阵威力如此之强 你们不专心抵挡 还有闲心浪费体力斗嘴 都想死于此处不成 突然 一位双鬓斑白的老者 怒声喝道 这位老者 身穿蓝色戒灵袍 虽然同为天舞舞虫 但是他的气息极其浑厚 且在他的身上 还挂着一个勋章 乃是戒灵工会的勋章 乃是戒灵工会的副会长 真不愧是戒灵师啊 竟然还知道保留体力 抵挡着大阵的威压 不过可惜啊 这座大阵 可不是你们能够抵挡的 莫说是你们 恐怕将是皇朝的老祖宗来了 也难以再拿大阵跨出一步 注定被炼化为血水 本章完 第三百八十五章 竟有骑兵 小说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当你们从黑蝉的口中得知 到达这里的地图之时 有没有想过 这里很可能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 哈哈 无耻的人类 你们真以为黑蝉会出卖我们吗 你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他是故意被你们抓住 故意将这一切告知你们 故意引你们来送死的吧 唉 和他们说 这些干嘛 这就是一群自以为聪明的白痴 他们怎么能理解 我们五兄弟之间的感情 虽说黑蝉的儿子 对他来说很重要 但是我们几个兄弟 我们这万妖山的数百万妖兽 对黑蝉来说 却更为重要 而就在这时 一道道刺耳的笑声 在不远处响起 在这殿堂内 走进四道身影 这竟是四肢体型剑朔 气息浑厚的妖兽 他们各个身穿铠甲 一只位蝎子头 一只蜈蜈蜈头 一只蜘蛛头 一只毒蛇头 正是这万妖山的另外四位妖王 可恶 四个老怪物 有种放我出去 和我光明正大的斗上一场 圆刚宗宗宗主 愤怒咆哮 卑鄙的妖兽 只知道使用阴谋诡计 若是一对一交手 你们哪个是我对手 白藏教教主 也是争您怒吼 然而 对于他们的咆哮和辱骂 五大妖王倒是显得无所谓 只是哈哈大笑 随后说道 论卑鄙 我们哪里比得过你们 要怪只能怪你们太贪心 算了 别和他们废话 还是快点将杀掉 以免夜长梦多 蝎子王催促道 不 我就是要看他们苦苦支撑 直到精疲力尽 最后被炼化为血水的过程 蜈公王说道 大哥 老二说得对 这座大阵 可是师尊当年亲自布下 以通天阵法 将骑兵的力量 彻底地发挥而出 别说是他们 就算是师尊 自己走入这大阵 恐怕都难以脱困 这可是师尊亲口说过的 蜘蛛王说道 是啊 这群人渣作恶多端 直接杀了他们 未免也太便宜了他们 还是看着他们 一点一点被折磨至死为好 毒蛇王笑道 骑兵 那座大阵内有骑兵不成 听得此话 楚风心中大喜 敢忙将精神力扩散而出 竟然真的穿越了那透明结界门 覆盖到了那散发奇光的原形石台之上 子灵 在那上面真的有一把骑兵 天啊 看来我们这次是走大运了 楚风狂喜 是的 那把骑兵 就是这座大阵的原动力 只要把那骑兵拿走 这座大阵就会解开 子灵的精神力 比楚风还要强 他不仅观察到 在那原形的石台上面有把骑兵 还观察出 那把骑兵 就是这座大阵的关键所在 真的 这样说来 只要拿到那件骑兵 且不是就能将八方势力的人就出来了 听得此话 楚风大喜 什么 你要救他们 子灵神情微微变化 脸上涌现出不解之色 借灵工会的人对我有恩 我不能让借灵工会的人就这么死去 何况那是副会长 他若死了 对借灵工会的影响会很大 我不能见死不救 楚风点了点头 对于其他人的生死 楚风根本不在乎 但是借灵工会的人 他却不能不管 毕竟借灵工会的人 对楚风一直不错 曾多次帮过自己 当初在修罗鬼塔闹事之后 若不是借灵工会极力保护 也许楚风还没走出借州 就被借氏族人杀了 所以 楚风很想救出借灵工会的人们 你知道这多冒险吗 要救他们 我们将面临的 可是四位实力在天舞五重的妖王 当初的黑蝉王你见识过了 你知道他有多强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 黑蝉王在五大妖王之中 只能排到老五 这五大妖王的排名 可是按照实力排的 也就是说 你如果要救那些人 那么此刻我们要面对的 可就是四只 比黑蝉王还要可怕的怪物 子灵凝重地讲述道 子灵 那里面可是有你的义父 难道你真的要对他见死不救 你于心何人 楚风虽然知道 子灵手段很辣 但却没有想不到 子灵会如此的冷血 他做我义父 不过是想拴住我爷爷 为他至尊山庄做事罢了 我与他没有半点亲情可言 子灵撇了撇嘴 随后又对楚风劝道 楚风 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 等到他们所有人都死去后 妖王离开后 我们再出去 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拿到骑兵 何必冒这个风险 那么你就能够保证 当所有人都被炼化为血水之后 妖王会将那无价的骑兵留在这里 他们不会将那骑兵带走吗 如果是我 这样的宝贝 绝对不会放在这里 只有放在自己的身上 何况 他们有能力保护好这个宝贝 根本没必要存放在这里 楚风辩解道 而这一刻 子灵的眼眸 则是一阵闪烁 不由地缓缓低下了头 陷入了沉默 看到子灵这样 楚风的心弦则是一跳 还以为是自己的话语太过激烈 刺伤了子灵 刚想开口安抚 子灵却猛然抬起头来 对楚风说道 那好 我出去迎走他们 你趁机去拿骑兵 若是无法拿到骑兵 你转身就跑 不要管我 不行 我的速度比你要快 我可以直接出手 去拿骑兵 拿到了就拿到了 拿不到 我也可以全身而退 楚风说道 谁说你的速度比我快的 突然 子灵的眼眸化为了紫色 以此同时一层层 紫色气焰 也是自其体内 涌动而出 那紫色的气焰非常强大 简直恐怖至极 在其浮现之际 那强大的气息 直接将楚风逼退了数步 险些没有摔倒在地 你 你要动用身体的力量 不就暴露了 你是天赐神体的身份 见状 楚风满面担忧 虽然此刻的紫灵的确很强 甚至比那些天舞二重的强者还要强 可是就算如此 还远远不是四位妖王的对手 最主要的是 楚风担心紫灵暴露自己天赐神体的事情 惹来将是皇朝的追杀 本章完 第三百八十六章 修罗鬼斧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先不说 不是所有人 都能认出 我是天赐神体 再者说 我的力量 也是可以隐藏的 子灵微微一笑 那紫色的气焰 既然瞬息收缩 随后脚步轻轻点地 只听嗖的一声 子灵已是自那透明结界飞奔而出 那般恐怖的速度 与施展龙游九天的楚风 不差分毫 义父 我来救你了 子灵掠入殿堂之后 便仰天大喝一声 这声音之响亮 简直如同雷鸣 响彻了整座殿堂 这 哪里蹦出来的小丫头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可将四大妖王吓了一跳 因为他们发现 子灵竟然是从墙壁里跳出来的 那墙壁他们极为了解 乃是坚不可摧的奇物 怎么可能有人 从那样的墙壁中穿越而过 子灵不要过来 这座大阵 不是你能抗衡的 快逃 而见到子灵 秦雷则是面容大变 赶忙高呼起来 由此可见 他对子灵 还是相当关心的 义父别怕 我由我爷爷赠予我的宝物 可以破解天下所有阵法 诛杀万物妖魔 这道阵法 在我这宝物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子灵甜甜一笑 便自乾坤袋中 取出一件光芒四射的宝物 这件宝物被子灵握在手中 看不清是何物 但是它所散发的幽绿色光芒 可是极其的闪耀 几乎笼罩了百米之内的事物 子灵将它高高举起 显得神圣无比 头也不回地 便向秦雷等人飞奔而去 那般自信满满的模样 就如同他手中的物品 真的能够救出秦雷等人一般 不好 快去捉住那丫头 见到这一幕 四大妖王那血红的双眼 顿时瞪得溜圆 同时动身 向子灵飞奔而去 与此同时 将那强大气息散发而出 想将子灵笼罩 压制住子灵的动作 但是奈何 他们的威压虽强 但却根本无法压制此刻的子灵 已将神体力量施展而出的子灵 的确有着一种常人没有的气势 普通的威压 根本无法压制于它 哼 四只老妖怪 你们再敢靠近 羞怪我用这宝物诛杀了你们 子灵身形一转 向殿堂的另一边奔跑而去 臭丫头 本王妃生吞了你不可 四大妖王 彻底被子灵牵制了 自四个卫面 向子灵包抄而去 子灵这丫头 还真是有一套 下面该我出场了 见子灵 已经成功将四大妖王引走 楚风则是狂喜 意念转动 青色小龙便出现在其胯下 随后流光一闪 楚风便飞奔而起 直奔那座石台 不好 还有一个 然而 当楚风刚刚进入殿堂之际 四大妖王便感受到了楚风的气息 其中两位便要向楚风这边掠来 四只老怪物 本姑娘今日就收了你们 受死 见状 子灵灵机一动 随后便将手中 那光芒四射的宝物 以闪电般的速度 向四大妖王的中间丢了出去 小心 子灵这么一喊 使得四大妖王内心一颤 随后四人一同出手 向那光芒四射的物体 轰杀而去 然而 还未等到四人的攻击到达 那物体已是无法抵挡 四人攻击散发的气息 被压成了粉碎 化为漫天的绿色光芒体 飘洒而下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宝物 这一刻 四大妖王恍然大悟 因为他们 在那绿色光芒体中 感受不到一丝威胁 这哪里是什么 诛杀万物的宝物 简直就是一件废物 四只大笨蛋 看把你们吓得 那不过是 一颗普通的夜明珠 看着四大妖王的脸上 浮现出特殊的吃惊表情 子灵斗的咯咯直乐 笑得前腐后仰 死丫头 我要将让你受尽折磨而死 得知自己被耍了后 其中两只妖王向高台飞奔而去 另外两个 再度向子灵扑来 楚风 接下来就靠你了 子灵对着高台的方向 高呼一声 娇躯一纵 化作一道流光飞奔而去 一边奔跑 还一边大喊 来啊 来追本姑娘 追到有讲 与此同时 楚风早已经来到了那高台之上 此刻的楚风 内心激动无比 因为他发现 在那高台之上 布满了特殊的符咒 这符咒形成了一座大阵 非常的漂亮 但是 此时此刻吸引楚风目光的 并非那幅光萦绕的大阵 而是大阵中心的物体 在那里 竟然插着一把大斧子 这把斧子足有两米长 质地本为纯黑之色 可是当光芒扫射之际 却能够发现 在那黑色的斧子之上 泛起血红色的光芒 仿佛这种黑色 并非是简单的黑色 而是积累了无数血液 凝聚而成一般 这个斧子的形状 也异常的霸气 正面是一个标准的大斧头 锋利无比 可以斩切任何事物 哪怕是一只巨像 此斧也可以轻易 斩掉它的头颅 而此斧的侧面 则是一把半月形的钩状 这四是一把大刀 可以起到如同斧子一般的效果 但是 它更像是一个钩子 可以抠出人的五脏六斧 这把大斧 简直就是一件杀戮利器 而楚风也细心地发现 在那大斧的中间 还写着四个大字修罗鬼斧 好一把修罗鬼斧 你是我的了 楚风来到此斧身前 探手一抓 便紧紧地抓住了 这把修罗鬼斧 可是当楚风用力抬手 想将这把修罗鬼斧 自大阵之中拔出之际 却不由面色一变 因为楚风惊恶地发现 他竟然拔不动 这把修罗鬼斧 这修罗鬼斧 就如同与这十台一体 根本无法撼动 哈哈 无知的小鬼 你以为你 能够拔得出这把修罗鬼斧吗 而就在这时 在楚风的身后 突然响起一阵嘲讽的笑声 回头张望 毒蛇王此刻 正站在楚风的身后 缓缓地向楚风靠近 与此同时 他散发的威压 已是封闭了楚风身前的退路 So 与此同时 蝎子王也是掠到了十台的另一端 封住了楚风身后的退路 他一边向楚风走来 一边对楚风说道 这把修罗鬼斧 插在这十台上 已有数百年 连我师尊和当年的妖王都无法拔出 难道你以为你 可以将他拔出 成为他的主人 真是天真 真是可笑 哈哈 本章完 第三百八十七章 任主于我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什么 这把修罗鬼斧 竟然数百年来 无人拔出 听得此话 楚风的内心一颤 随后涌现出阵阵的不安 数百年来 都没有人曾拔出过 这样的骑兵 自己能够拔出吗 如今已无退路 若是无法拔出这把骑兵 莫说救不了八方势力的众人 就连自己也将死在此处 恐怕子灵 也要惨遭毒手 楚风 将身体交给我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淡淡那甜甜的声音声音 却突然在楚风心底响起 而这一刻 楚风也不怠慢 赶忙将自己身体的控制权 交给淡淡 因为他觉得 这修罗鬼斧 既然有着修罗这样的名字 很可能就与淡淡 有着某种特殊关联 哄 就在楚风将身体交给淡淡的一瞬间 楚风的身体竟然爆发出一阵轰鸣 层层涟漪扩散 自楚风体内扩散开来 阵阵狂风四溢 连空气都被吹得扭曲 大片的黑色气焰 缠绕着此刻的楚风 发出阵阵思鸣 那思鸣既似猛鬼的嚎叫 又似野兽的咆哮 极其甚人 这小鬼 这是怎么回事 见到此刻的楚风 两位妖王也是吓得面容失色 那丑陋的大嘴 张得那叫一个圆 因为他们如此近距离之下 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此时此刻在楚风的身上 散发着一种特殊的气息 这种气息 无法形容 总之非常强大 甚至让人感觉害怕 而最主要的是 此刻楚风身上所散发的气息 竟然与那修罗鬼斧 给人的感觉一模一样 二人宛如一体 这种感觉 他终于动用那特殊的力量了吗 与此同时 正在急速奔跑的子灵 也是注意到了这种变化 不由地将目光 投向了楚风的方向 事实上 所有人都注意到了 楚风这边的变化 那追赶子灵的两位妖王 也是不由地止住步伐 将目光投向高台上的楚风 甚至 那被困在大阵之中的秦雷等人 也是神色一变 尤其是戒灵工会 和戒士族人的戒灵师们 面容更是变得吃惊无比 暗道 这股气息 来自灵界 可究竟是哪个灵界 会有如此强大的气息 你 你究竟是什么人 看着眼前的楚风 两位妖王以震惊的语气说道 而这一刻 身躯早被淡淡占据的楚风 则是冷冽一笑 道 我就是这修罗鬼斧 将认可的主人 话罢 楚风丹长猛然紧握 随后用力向外一拽 只听轰的一声 这座悬空石台 竟然顿时粉碎 化为了滚滚灰尘 弥漫在这殿堂之内 而那修罗鬼斧 已是握在了楚风的手中 哈 我居然真的拿到了这件骑兵 淡淡 我爱死你了 当将修罗鬼斧拔出之后 淡淡便将身体的掌控权 还给了楚风 而此刻的楚风 已是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手中这把修罗鬼斧 这把大斧握在手中 很重 很沉 若是将它丢下 甚至可以将 一座宫电压的塌陷 从空中扔到地上 也绝对会砸出一道大坑 但是楚风紧握着它 却感觉刚刚好 感觉唯有这个重量 才最适合它 最主要的是 它能够在这修罗鬼斧内 感觉到极其强大的力量 至于这种力量有多强大 与淡淡独有的力量很相近 但又有所不同 最主要的是 此时此刻 这修罗鬼斧的力量 就掌握在楚风的手中 若是楚风日后 能够彻底掌握这种力量的话 恐怕天舞镜的强者 楚风也能一战 就算无法战胜 也可应付一阵 这小鬼 它 它 它竟然拔出了修罗鬼斧 莫非 而此时此刻 四大妖王则是满面的吃惊 神情一阵变化 在他们那血红色的眼睛之中 竟然有着些许惶恐 走突然 他们四个身形一纵 竟然转身逃顿 跑掉了 快追 不能让这四只怪物逃掉 而与此同时 在楚风的下方 也是爆发出几十道强横的气息 向四大妖王追赶而去 只不过 很快的那些人便无功而返 跑了回来 一个个将那无比羡慕的目光 投向了楚风手中的修罗鬼斧之上 甚至其中几人 竟然忍不住吞咽了一口口水 由此可见 他们是多么渴望 得到楚风的这把修罗鬼斧 你们干什么 这把修罗鬼斧 是楚风拿到的 理当属于他 见状 子凌赶忙站到了楚风身旁 凌厉地指着众人 这位姑娘 话不能这么说 这修罗鬼斧 本是无主之物 总不能因为 此刻在这位少年的手中 便成了他的吧 难道我们拼死拼活 就没有一点功劳吗 火神谷谷主笑眯眯的道 对啊 你看看 为了这把骑兵 我袁刚宗可是失去了 两名天舞镜的强者 损失实在太大了 袁刚宗宗主 也是满面委屈 你袁刚宗才失去了 两位天舞镜强者 我白藏教可是失去了 三位天舞镜强者 这可都是我白藏教的功臣 战功赫赫的前辈 白藏教教主 也是附和 我逍遥谷 不也同样如此 三位天舞镜的前辈 就这么死去了 这对我逍遥谷 简直是莫大的打击 逍遥谷谷主 也是摇了摇头 见状 楚风则是低头观望 发现在他的下方 的确有着十几片血水 除了戒林公会 和戒士族人两座势力外 其余六座势力 则是或多或少 死伤了几位天舞镜的强者 对于各位前辈的死 我楚风感到惋惜 但是说句不好听的 就算他们是为这修罗鬼斧而死 但关我楚风屁事 是我让他们中那大阵的吗 是我将他们害死的吗 若不是为了救你们 我犯得着冒着如此大的危险出手吗 若不是我冒死出手相救 你们此刻还能活生生地站在此处 怎么 你们一个个堂堂一周霸主 此刻竟要恩将仇报 抢夺我的修罗鬼斧不成 楚风冷冷地扫视众人 言辞相当犀利 说得众人面色极其难看 一阵无言 本章完 第388章 骑兵之王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楚风小友说得在里 若不是他出手 我们今日都将死去 岂还有站在此处说话的机会 如今各位竟然还惦记其楚风小友的这把骑兵 着实有恩将仇报之嫌 就在这时 借林工会的副会长高齐志也是站了出来 并且冲着楚风和善一笑 似是暗示楚风 他借林工会会站在楚风的身后 为楚风做后盾一般 高副会长 话可不能这么说 若是说 我们惦记这把骑兵 就是恩将仇报 那么你护着楚风 岂不是就是想要私吞骑兵 毕竟所有人都知道楚风小友 是你借林工会的人 突然 一位老者开口了 他满脸的笑容 却显得异常阴险 目光一直盯着楚风手中的修罗鬼斧 不肯一开半下 而这位正是借氏族人的副组长 借严 你 听得借严此话 高副会长则是眉头紧皱 面容难看 因为以他的身份 在这种情况下 还真是不好为楚风辩护 哪怕他说的是公道话 但人们也会觉得 他心怀私心 楚风小友救了我们不假 对于这点我们都承认 并且也都心怀感激 绝对会加以感谢 只不过 这修罗鬼斧 乃是无主之物 只因这位小友将他拔出 便将他归为这位小友所有的话 未免并不合理 并且在座的所有人 都为了这把骑兵出生入死 并且还有人为此牺牲 何况 以这位小友的实力 他能保得住一件骑兵吗 这件骑兵在他的身边 不会为他带来好运 只会招来杀身大祸 戒严继续说道 对 戒副组长说得很对 楚风小友救了我们 我们自然是要感谢的 我袁刚宗愿出一万颗玄珠 来感谢这位小友的救命之恩 袁刚宗宗主赶忙说道 我火神门同样愿意出一万颗玄珠 我白藏教也愿意 逍遥谷如同大家一样 我剑神谷也会以一万颗玄珠 来感谢楚风小友的救命之恩 与此同时 其他几座势力的霸主 也都纷纷表态 但实际上 却在将楚风推向一座火坑 楚风小友 我借士族人 愿意出两万颗玄珠 来感谢你对我等的救命之恩 只不过 这把修罗鬼斧 你不可以带走 它属于在场 所有人的 戒严笑眯眯地说道 哼 依照你们的意思 是想拿几万颗玄珠 来买我这把骑兵吗 这位组长 若是有人出几万玄珠 买你借士族人的金级铠甲 你会卖吗 楚风冷哼一声 极其不爽 万万也想不到 这些人会这么不要脸 自己好心救了他们 他们居然惦记起了自己的修罗鬼斧 这位小友 话可不能这么说 这修罗鬼斧 本是无主之物 怎么就成你的了呢 戒严这位副会长 笑得越发阴险 简直就是一只标准的老狐狸 是啊 这位小友 你不能说 此刻它握在你的手中 你便说它是你的吧 我也觉得是这么个道理 这修罗鬼斧 本就是无主之物 可以说 在场之人都有份 这位小友 你可不能独霸于它 见状 众人也是纷纷附和 问 然而 就在这时 只见楚风手中的修罗鬼斧 光芒一闪 竟然开始在楚风的手中 急速缩小 那两米长的巨斧 竟带着道道光滑 消失在了楚风 那紧握成全的手中 怎么回事 那骑兵去哪了 见到这一幕 袁刚宗 火神门的主人 顿时面容大便 慌张无比 瞪圆了双眼 开始四下张望 想要寻得那鬼斧的下落 因为 骑兵对他们的诱惑力 实在太大了 每个人都想得到 毕竟拥有骑兵的势力 从地位上 就会比其他势力高出一等 就比如剑神谷 本是一座小势力 只因为得到了神木剑 才会有如今的地位 并且地位还在急剧提升 等等 各位别急 就在这时 那位副组长 却是显得异常淡定 他紧紧地盯着楚风那握着的手 说道 楚风小友 可否打开你的手掌 给我们看看 听得此话 所有人都将目光 凝聚在了楚风的那只手上 而在这种情况下 楚风也不好掩饰 只好缓缓地张开了手掌 天哪 这 而当楚风手掌彻底张开 人们看清楚风的手掌之际 除了戒士族人的副组长 以及戒林工会的副会长以外 几乎在场的所有人 都是神情大变 满脸的吃惊 因为此时此刻 在楚风的掌心 竟然有着一个图案 那图案不是他物 正是刚刚消失的修罗鬼斧 那修罗鬼斧印在楚风的掌心 虽然只是图案 但却栩栩如生 看着极其立体 简直就像是一把缩小版的修罗鬼斧 挂在了楚风的掌心一般 竟然认主了 竟是可以认主的骑兵 这一刻 人们惊呼不已 那脸上既是羡慕 又是极度 就连那位戒士族人的副会长戒严 目光也开始变得复杂起来 不知在盘算着什么 但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何骑兵进入了我的掌心 事实上 虽然楚风感觉到 骑兵进入了自己的手掌 但是他却不明白 这究竟是怎么个情况 笨蛋 这说明你得到了骑兵的认可 被认主了 他已与你合为一体 除你之外 将没有任何人 能够使用于他 淡淡解释道 竟然还有这种事 那这样说来 借清明的荆棘铠甲 慕容宇的神木剑 还没有认可他们 楚风问道 当然不是 你以为所有骑兵都可以认主的吗 可以认主的骑兵 都是骑兵之王 是骑兵之中最好的 无论是威力 还是品质 都是其他骑兵所 无法比拟的 也就是说 在你这把修罗鬼斧的面前 无论是借清明的荆棘铠甲 还是慕容宇的神木剑 都不再是什么好东西 根本无法与你的修罗鬼斧 相提并论 只有可以认主的骑兵 才是真正的骑兵 不能认主的骑兵 都是残次品 淡淡解释道 本章完 第三百八十九章 返回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原来是这样吗 这么说来 岂不是我手中的修罗鬼斧 才是真正的骑兵 听得此话 楚风狂喜 那是当然 试着控制他一下 他会随你所动的 淡淡笑嘻嘻地说道 楚风得到一把这样的骑兵 他也为楚风感到高兴 刷而楚风也不犹豫 单掌握起 只见手中光芒四射 那修罗鬼斧 便化作了先前的巨大模样 再度握在了楚风手中 紧随其后 楚风意念又是一动 那修罗鬼斧 便又是光芒一闪 消失不见 回到了楚风的掌心之内 而亲眼看到 楚风自如地控制那修罗鬼斧之后 在场之人的神情 皆是一阵变化 有着说不出的情绪 就在这时 紫灵则是向前踏出两步 随后对众人说道 相信以诸位的阅历 定然知道 能骑兵认主之事 这样的骑兵 常人根本无法使用 就算可以拿在手中 也如同废铁一般 不会发挥出一丝力量 唯有他认可之人 才能发挥出他的力量 而如今这把骑兵 以认楚风为主 这就说明 他并非无主之物 而是处风的 是他自己选择的处风 诸位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这 这一刻 人们一阵无言 因为他们 已经无法狡辩 毕竟就如同紫灵所说一样 眼下这把骑兵 已并非无主之物 想不到 骑兵认主这种事 竟真的存在 借铃工会的副会长 高齐志 满脸的赞叹 虽然他的脸上 也满是羡慕之色 但却并没有贪婪之容 这座遗迹的主人很厉害 除了这件骑兵 也许还有其他宝物 也说不定 紫灵插话道 对了 这位姑娘 楚风小友 你们二人刚刚似乎不是从 正面走进来的吧 高副会长好奇地问道 没错 除了这里外 还有一座暗道 那暗道内机关重重 我和楚风 也是一路闯关而过 只不过可惜 却毫无收获 最终走到了这里 紫灵摇了摇头 真的 那座暗道在哪 听得此话 戒严等戒士族人的面容 则是一变 动起了心思 他们都是戒灵师 尤其戒严戒灵之术 更是极强 紫灵与楚风毫无收获 不代表他们进入其中 就会毫无收获 随后 紫灵将暗道告诉了戒严 而戒灵公会 以及戒士族人 的所有强者 都进去查探了一番 在骑兵任主之后 倒也没有人再难为楚风 楚风也是悠闲自得的 在这里转悠了起来 楚风是有目的性的 他要找的 自然是此行来的最初目的 能够磨练精神里的宝物 因为楚风曾问过高副会长 他们来时的路上 有没有发现特殊的宝物 而高副会长的答案却很明确 他们一路走来 什么也没发现过 这也是为何 在他们进入最后的殿堂 发现那石台之下 大片的宝藏后 会那般的激动 结果一同被困在了 其中的原因 而得知一切之后 楚风则是觉得 他想要的那件宝物 还在这座宫殿之中 所以便开始认真地搜索起来 但是越是搜索 楚风越是不安 几乎将这座庞大的地宫 仔细地搜了好几遍 但楚风却依然毫无所获 就如同高副会长所说 这里除了这件骑兵 什么都没有 可恶 怎么没有那对精神力 有着特殊作用的宝物 此刻 楚风眉头紧皱 心中有些慌乱 若是找不到那宝物 精神力就无法快速成长 那他拿什么就苏罗和苏美 别急 也许你已经拿到了 那妖兽所说的宝物 蛋蛋突然开口了 蛋蛋 为何这么说 楚风感到不解 仔细感应一下 你掌心的修罗鬼斧 用你的精神力去感应 会不会发现 在这把鬼斧的核心深处 有着一层无形的能量 阻隔于你 蛋蛋说道 而楚风也不敢怠慢 赶忙按照蛋蛋所说去做 最终发现 竟然真的如蛋蛋所说一般 蛋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说 这把修罗鬼斧 就是可以磨练精神力的宝物 楚风狂喜 这就犹如 再无尽的黑夜 总算看到了一点光明一般 真正的骑兵 的确会蕴含一些其他作用 这种特殊作用 往往是与战斗无关的 我若没猜错 你的这把骑兵 的确可以磨练精神力 只不过 这种特殊的力量 却需要特殊的阵法牵引 才能释放 这也许就是 为何那十台之上 满是符文阵法的原因 你当时略上十台之计 时间紧迫 根本没有注意这些细节 只顾着 去拔出修罗鬼斧 不过我却注意到了 所以 我在一开始便用心地记录了下来 那大阵的符咒阵法 等你离开此处之后 我可以帮你重新布置出那座大阵 用它来牵引 这修罗鬼斧的潜在作用 若是 这修罗鬼斧 真的是 能够磨练精神力的宝物 那倒是定然可以生效 若是它不是 那我就只能说 你是被耍了 这里 根本就没有什么 能够磨练精神力的宝物 也许那只妖兽 只是想让你来送死而已 淡淡解释道 嗯 也只能如此了 楚风点了点头 他觉得 淡淡所说的很有道理 眼下也只能按照淡淡所说的 试一试了 他骂的 什么都没有 这里什么都没有 该死 是谁传言说 这里有宝藏的 是谁传言 这里是修武高手的遗迹的 简直他妈就是谣言 是在放屁 是在坑爹 就在这时 楚风的耳边不断传来怒喝 甚至有人用力地轰击 这座坚不可摧的地宫 这些顶尖势力的宗主级人物 也与楚风一样 仔细地搜索了一下这座地宫 但是奈何 他们什么都没得到 这让他们极为不爽 毕竟此行 他们可是损失了天舞镜的强者 这样的强者 可不是说培养 就能培养出来的 他们此行 亏大了 楚风小友 这次还多亏了你和子灵 等回到至尊山庄 我秦雷定要 好好感谢一下楚风小友的救命之恩 相比于他人 秦雷倒是显得很淡定 看来他是真心的感激楚风与子灵的救命之恩 事后 秦雷又邀请各位宗主及人物 一同返回至尊山庄 作为贵宾去见证联姻大会的结果 起初 这些宗主本不想去 后来斟酌一番后 却又点了点头 于是 这浩浩荡荡荡的一行人 便离开这万妖山 返回了至尊山庄 只不过 因为内心的愤怒 使得他们在临行之前 在这万妖山内 做了一次大破坏 屠杀了不少妖兽 而在没有妖王坐镇的情况下 万妖山此次 当真是元气大伤 本章完 第三百九十章 生辩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至尊山庄 楚风所居住的宫殿内 自内部布置了层层结界 而在大殿的中心 则是有着 一座浮光萦绕的结界镇 在那大镇的中心 楚风的修罗鬼斧 就插在这上面 楚风盘歇而坐 坐在修罗鬼斧的前方 眉头时而微微皱起 时而轻轻舒展 平静的脸上 不易察觉的情绪 不断变化着 哈哈 成功了 淡淡你成功了 你成功的引出了 这修罗鬼斧的特殊作用 终于 楚风睁开了双眼 开心的直接从地上跳了起来 兴奋的有些手舞足蹈 因为如同淡淡所说 这把修罗鬼斧 竟然真的就是 能够磨练精神力的宝物 只要结合这座大镇 再将精神力灌输到修罗鬼斧之中 去沟通鬼斧内那神秘的物体 便可以起到增强精神力的作用 这座大镇只是实验版本 等到联姻大会结束 你找出宽敞而隐秘的地带修炼 我可以将完整的大镇布置而出 那个时候 才能真正的发挥出 这修罗鬼斧磨练精神力的作用 淡淡说道 淡淡 太谢谢你了 若不是你的话 也许我根本不会发现 这修罗鬼斧内的奥秘 不知道 原来它就是能够磨练精神力的宝物 楚风是发自真心的感谢淡淡 七 那是当然 本女王的聪明灵力 有谁能抵 不过 你小子也不笨 就算我不提醒你 相信你仔细钻研之后 也定然会回想到这个细节 淡淡小脸一扬 笑得那叫一个甜 显然她也很喜欢楚风的夸赞 只要踏入蓝袍戒灵师 就能够去那修罗鬼塔 救出那猴子妖兽了 到时候 也可以救活苏柔和苏美 并且 只要成为了蓝袍戒灵师 也可以开启戒灵大门 让淡淡恢复自由了 楚风满面的期待 因为她觉得 这修罗鬼斧的作用 真的很好 相信不出一年 她的精神力 就可以强大到 能够沟通蓝色 结界之力的程度 那个时候 也就可以成为一名蓝袍戒灵师了 你想的也未免太简单了 蓝袍戒灵师 不是那么好达到的 如今你的精神力 已不再需要担心 但是你的修为 可实在太弱了 想沟通蓝色 结界之力 虽说你的精神力是关键 但若你的体质不够强 你的精神空间就不够强 按理来说 在一位修武者的修为 再没有踏入天舞镜的时候 精神空间 是根本无法承受蓝色 结界之力的压迫的 更别说施展蓝色 结界之力了 淡淡打击道 什么 天舞镜 难道我的体质 我的精神空间 也无法承受蓝色 结界之力 必须达到天舞镜才行吗 对自己的肉体 有着极度自信的处风 万万也想不到 他的肉体 竟然也无法 破开这一束缚 可是 毕竟子灵也没有 踏入天舞镜 就已经成为了 蓝袍戒灵师 难道说 他身体真的不如 天赐神体 你的身体的确很强 甚至某些方面 比子灵的身体还要强 但还没有强到 能与天舞镜 修武者争锋的地步 修武意图也好 戒灵一道也好 总是有着相应的束缚 有着一定的界限 有些人 的确可以突破这些界限 摆脱这些束缚 但是也都有一个范围 按照我的计算 你想获得蓝色结界之力 成为蓝袍戒灵师 必须将你如今 这玄武三重的修为 提升到玄武七重才成 玄武七重 应该就能够沟通 蓝色结界之力 淡淡解释道 必须玄武七重吗 我若是提升到玄武五重 然后运用两种雷霆的力量 将修为提升到 玄武七重呢 楚风问道 当然不行 神雷的确能让你的修为增强 但哪怕它在你的血液中 也毕竟是外力 你精神空间的承受力 至于你本身的修为有关 必须是你自身的修为 提升到玄武七重才行 淡淡解释道 距离玄武七重 还有四重境界 每一重所需要的资源都极大 越是往后越会翻倍 不足两年的时间内 我能够成功吗 楚风眉头紧皱 目光开始闪烁 她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因为她若不成功 葬送的可是苏柔与苏美 两位她心爱的女人 你会成功的 你要相信自己 因为本女王都是如此的相信你 淡淡安抚道 谢谢你 淡淡 有你帮我左右 我相信我会做到的 听得淡淡的话后 楚风才收起愁容 在嘴角掀起一抹微笑 一路走来 若不是淡淡 楚风说不定死上多少次了 她再厉害 也毕竟还是一个少年 阅历有限 心性也不够成熟 但是淡淡却弥补了她的这些缺点 教会了她成长 咚咚咚 咚咚咚 楚风 楚风 我知道你在 快开门 快 可就在这时 宫殿的大门 却是被一阵急促的声音敲响 见状 楚风赶忙将修罗鬼斧收起 将结界阵解除 随后来到殿门前 打开了殿门 搜 而楚风刚刚将殿门打开 一道身影便窜了进来 是顾博 此刻顾博神情慌张 满头大汗 他跨进大殿后 便赶忙将殿门关起 并且随手布置了一道隔音结界 这才抓住楚风的双肩说道 楚风 大事不好了 你快走 再不走 可能就要没命了 顾博 究竟是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 楚风冷静地问道 咱们长话短说 对于你拿到骑兵的事情 我已经知道了 是高副会长告诉我的 他现在让我来通知你 让你快点离开此处 因为如今在戒严的蛊惑下 袁刚宗 火神门 白藏教 逍遥谷 剑神谷 以及这至尊山庄 要联合戒士族人 抢取你的修罗鬼斧 竟有这种事 我身为戒灵工会的人 难道他们敢藐视戒灵工会的存在吗 楚风眉头微皱 他之所以敢安心回到此处 就是因为他知道 戒灵工会会保他 但是现在 这个情况 显然有变 此一时彼一时 戒严造谣声势 说你的修罗鬼斧 不仅是简单的骑兵 其中蕴含无尽的玄弓和武技 储存了无穷的宝藏 若是能够掌握这些玄弓和武技 会让八方势力的实力俱增 甚至能够突破天武镜的束缚 踏入武军镜 成为一代武军 他这么一说 使得其他几座势力都动心了 如今他们 已是如狼似虎 是要拿到这修罗鬼斧 打开这其中的宝藏 这种情况下 我戒灵工会 已是无法保你 否则他们定然会联合起来 攻打我戒灵工会 顾伯说道 本章完 第三百九十一章 条件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胡扯 我这修罗鬼斧内 根本就没有什么宝藏 楚风气得咬牙切齿 我知道 高副会长知道 就连戒严也知道 我们都知道 骑兵内不可能藏有宝藏 可是其他几座势力的人不知道 他们已被戒严蛊惑 对戒严的话深信不疑 戒严实在太狠了 他就是要利用六大势力来除掉你 若是我戒灵工会敢插手 他就会利用六大势力来灭掉我戒灵工会 戒士族人 与我戒灵工会一样 都与将士皇朝有着密切来往 若是戒士族人联合六大势力 对我戒灵工会出手的话 将士皇朝也绝对不会管的 顾博语气激动 神情慌乱 可见他也气坏了 同时也吓坏了 而这一刻 楚风则是眉头微微皱起 随后眼中闪现出一抹寒光 冷声说道 好一个阴险的戒严 总有一日 我会让他付出代价 轰儿就在这时 关闭的店门突然开启 一股狂暴的气流席卷而来 轻易地便将顾博布置的结界粉碎 小心 见状 楚风赶忙抓住顾博的肩膀 身形向后移动 才躲开了那股气流 如若不然 以楚风的修为 道还还说 以顾博的修为 定然被那股狂暴的气流 冲成重伤 刷刷刷刷刷刷刷 紧随其后 七道身影暴力而尽 站在了这大殿中心 这七人不是别人 乃是戒士族人 副组长 袁刚宗 宗主 火神门 门主 白藏教 教主 逍遥谷 谷主 剑神谷 谷主 以及至尊山庄 庄主 当他们进来之后 那殿门也是随之关闭 封锁了 楚风的所有退路 这么快就跑过来 一只小老鼠 是通风报信的吗 戒严双眼微眯 冷冷地看着顾博 妈的 戒林公会的高旗志 真不是东西 早知道他会通风报信 此事就不该与他商量 袁刚宗宗主 气得咬牙切齿 哎 你激动什么 人这不是还在吗 火神门门主 看着楚风的右手 邪恶地笑了笑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楚风将顾博挡在身后 目光如炬 高声问道 楚风小友 别怕 不管这个小子和你说了什么 但实际上 我们并无恶意 只是老夫怀疑 楚风小友的 那件修罗鬼斧 才是万妖山内 真正的遗迹所在 那位深不可测的修武高手 将他遗留的宝藏 全部储存在了 修罗鬼斧之内 所以 我等想借楚风小友的修罗鬼斧一用 戒言笑眠眠地道 放屁 骑兵之内 怎么可能藏有宝藏 如今这骑兵已认主于我 我对他的一切都了然于掌 这就是一把普通的骑兵 其中根本就没有宝藏 楚风冷亨道 楚风小友 这话你说了不算 虽然这修罗鬼斧认主于你 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就是你的 毕竟这是我们一起拼回来的成果 难道说 他认主于你 就属于你 然后你让我们什么都得不到 白忙活一场 白白牺牲了几位天舞精的高手 戒言冷声质问道 哄 可就在这时 那紧闭的殿门 却又突然开启 随后树道身影飞掠而入 是戒林公会的副会长 高齐志 同时还有戒林公会 在至尊山庄内的所有强者 就连徐仲宇也到场了 你们做什么 光天化日之下 想对我戒林公会的人 下毒手不成 高齐志也不是省油的灯 进来后便立声地呵斥起来 至于其身后那些 徐仲宇等戒林公会的人 同样是目光不善 大有一副言语不合 便大打出手的架势 高副会长 你这样护着楚风 莫非是想独吞宝藏不成 就是 连戒父组长都知道 那修罗鬼府内有宝藏 难道同样身为蓝袍戒林师的你会不知道 哼 枉我尊重你是一位前辈高人 想不到你这样卑鄙无耻 然而 还不带戒严说什么 其他几位宗主级人物 便冷哼起来 看他们那模样 的确是被戒严蛊惑惑了 并且下定决心 非要拿到楚风的修罗鬼府不可 为了那修罗鬼府内的宝藏 他们竟然真的不惜 与戒林公会 这座庞然大物为敌 放屁 骑兵之内 怎么可能藏有宝藏 你有没有些常识 高旗智被气得面色发青 大声咒骂 而看着眼前 这些顶尖强者不断的争吵 楚风则是双眼微微眯起 内心做起了盘算 随后突然开口道 看来诸位 是非要拿走我这修罗鬼府不可了 我楚风并非不讲理的人 也不想让你们为难 你们说这修罗鬼府内有宝藏 你们想要将这修罗鬼府拿走 想办法打开这宝藏 好 我楚风 都满足于你们 不过 你们却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听得此话 在场之人神情皆是一变 不由地停止争吵 看向楚风 追问起来 虽说 他们都下定决心 要拿走楚风的修罗鬼府 但是毕竟楚风救过他们 于情于理 他们也不能逼人太甚 何况 在有借灵公会做护盾的情况下 他们更是要有所分寸 其实 在场的很多人都不想把事情闹大 尽管宝藏对他们的诱惑力极大 但若真的以一场大战来换取的话 他们也会肉疼 若是真的能够和平解决 是他们所有人都希望的 你们拿一百万颗玄珠给我 这修罗鬼府救给你们 不管你们怎么研究都成 不再关我任何事 楚风说道 什么 一百万颗玄珠 你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 听楚风这么一说 很多人的脸顿时就绿了 哪怕他们势力在庞大 但是一百万颗玄珠 也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 就算由七座势力拼凑 每座势力 也起码要出十几万颗玄珠 同样不是小数目 诸位 你们不是说 我这修罗鬼府内 有着修武高人留下的宝藏吗 那宝藏绝对不止一百万颗玄珠吧 只要你们将一百万颗玄珠给我 这修罗鬼府就是你们的 无论你们在这里面 找到怎样的宝藏 我都不要办好 楚风说道 这 这一刻 人们则犹豫起来 的确 若真的如同戒严所说 那鬼府内有着强大武技 无穷宝藏的话 一百万颗玄珠 还真的不算什么 好 我答应你 突然 戒严开口硬下 但他随后又冷声补充道 不过 要想打开这修罗鬼府内的宝藏 我需要斩断 你与他的联系 所以 我要你的那只右手 你敢 听到戒严的要求后 还不带楚风开口 高齐志 徐仲宇 以及顾博等届林工会的人 已是大怒 斩断一位天才的手臂 这简直是要断送他大半的前程 然而 对于戒严的要求 楚风却是哈哈一笑 随后目光变得异常锐利 盯着戒严说道 一百万颗玄珠放到我的面前 这只右手就是你的 本章完 第392章 要钱不要命 小说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哈哈 好 爽快 各位 一百万颗玄珠而已 我们八座势力 我们每座势力 拿出十二万五千颗玄珠即可 没有意义吧 戒严说道 没有意义 其他几位宗主也是应道 唯有戒临公会的人没有言语 而是诧异地看着楚风 不知道楚风在想什么 不 是你们七座势力 可楚风却是突然开口 你这是何意 袁刚宗宗主 愤怒地问道 我楚风身为戒临公会的人 怎么会向自己的势力要东西 何况 我的这只右手 我戒临公会的人也不会要 相信我这修罗鬼府内的宝藏 他们也同样不会要 所以 这场交易 只是我楚风以个人的名义 与你们七座势力 楚风淡笑道 你听得此话 其方式里的人皆是面容一变 虽然楚风说的这些话表面上看着合情合理 但实际上却是有意要让他们多出血 各位 不过是多出一部分玄珠而已 难道咱们会出不起吗 这样 咱们每座势力出十五万颗玄珠 至于那多出来的五万颗 就当是对楚风小友的一点额外补偿 毕竟楚风小友是为修武天才 若是少了一只手臂 难免对日后修武有一些影响 戒严阴冷地笑着 但却大有讽刺之意 说得对 不过是多拿出一些玄珠罢了 难道我们拿不起吗 楚风小友 一百零五万颗玄珠 足够你潇洒地活完下半辈子了吧 哈哈 与此同时 其他几位宗主级人物 则是哈哈大笑起来 话语中带着些许得意 以及些许嘲讽 暗讽楚风要钱不要命 而对于他们的嘲讽 楚风则是微微一笑 右手微卧 那把修罗鬼斧 便出现在了手中 看着众人道 一百零五万颗玄珠 够不够 我活完下半辈子 就不用你们操心了 总之 拿出一百零五万颗玄珠 这把修罗鬼斧 现在就是你们的 这 戒严等人 着实被楚风难为住了 有谁会闲得没事 在身上带十几万颗玄珠 他们每坐势力的人 将身上的家当 全部凑在一起 也顶多能凑出 一两万颗玄珠罢了 秦庄主 你看 于是 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都将求救的目光 投向了至尊山庄庄主 秦雷 哼 各位 我至尊山庄的玄珠也是有限 实在周转不开 见状 秦雷赶忙陪笑 虽说一百万颗玄珠 他至尊山庄东拼西凑 砸锅卖铁 倒是能够凑够 但他可不会傻到 借给这些人 毕竟一百万颗玄珠 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绝对会让至尊山庄 抵运大伤 怎么 拿不出来吗 原来各位宗主级的大人们 也没有我想象中的富有吗 看着眼前几位 那难堪的模样 出讽刺的孝道 废话 谁会无缘无故 放那么多玄珠在身上 袁刚宗宗主 狠狠地瞪了楚风一眼 哼 那就是你们的事了 给你们十日时间 必须将这一百万颗玄珠 放在我的面前 否则别怪我反悔 楚风冷哼一声 态度异常地霸道和恶恋 什么 十日时间 这也未免太短了吧 那是你们的事 与我无关 你 听楚风这样一说 几位宗主级的人物 都被气得不轻 倒是戒严 一直很淡定 他微微一笑 说道 楚风小友 那就十日后不见不散 记住 千万别耍花样 否则没人能保得住你 说完这句话 戒严对着众人使了一下眼色 便准备就此离去 秦雷庄主 原来这就是你对我救命之恩的感谢 我楚风今日 可真是长见识了 可就在他们刚刚转身之际 楚风却是突然开口了 那微秘的目光之中 满是杀意 而听得此话 秦雷的脸色 则是一阵变化 有些愧疚 但也有些生气 由于片刻后 他并未说什么 而是快步离去 楚风 你疯了 真的要将这修罗鬼斧 让给他们 在七大势力的人走后 顾博满面不解地问道 一把修罗鬼斧 倒不算什么 毕竟只是一箭骑兵 这东西 日后只要有机缘 不是无法得到 倒是楚风兄弟你 竟然甘愿用一只手 去换那百万颗玄珠 这实在太过草率了 徐仲宇摇了摇头 借士族人对楚风小友 一直很不满 尤其是发现楚风小友 是一位难得的天才后 更一直想将楚风小友除掉 就算没有今日之事 他们也会想方设法 对付楚风小友的 只是 楚风小友身为我借灵工会之人 我们却将眼睁睁地看着你断送一只手 真是 高副会长 满面的愧疚 副会长 您千万别这么说 借灵工会对我楚风的恩情 我楚风始终铭记在心 今日的局面 也本就是我一人造成 我真的不想因为我的一己私愿 牵连到整座工会 让无辜的人 因为我丧命 楚风说道 唉 高副会长 先是无奈地叹息一声 随后诚恳地问道 楚风小友 不知老夫有什么能帮你的吗 见状 楚风则是四下张望一番 将病无异样后 才凑在高副会长的耳边 说道 我需要一颗 能够提升修为的静药 品质越高越好 不用顾及副作用 我还需要至少十道 能够破开蓝色结界的攻击服 不知副会长 能否帮我弄到 楚风 小友 你这是 听得此话 高副会长的面容顿时一变 那双苍老的眼眸 瞪得溜圆 似是想到了什么 而在看楚风 却是面带笑意 似乎心意已决 只等待高副会长的答复 唉 也许这也是 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只是自此之后 楚风小友的日子 恐怕就真的难熬了 高副会长满面无奈 随后又补充道 不过楚风小友放心 十日之内 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在此之后 高副会长等借林工会的人 又与楚风聊了许久 众人还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晚宴 直到天黑之际才离开 不过 为了楚风的安全 徐仲宇和顾博 则是留下来陪着楚风 以防有人在这十日内 暗中对楚风下手 当然了 戒严等人同样信不过楚风 所以一直在暗中严密地盯着楚风 若是楚风有逃跑的举动 他们便会直接对楚风出手 甚至了断楚风的性命 本章完 第393章 疯狂年轻人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在与楚风定好条件后 戒严等人 开始以特殊的手段 向自己的势力传递信息 派人以最快的速度 向至尊山庄调动玄珠 为了以防万一 他们还弄了一些备用方案 以此来确保 会在十日之内 将105万颗玄珠 给楚风凑齐 而在戒严等人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楚风倒是悠闲自得 与徐仲宇等和顾博 以及戒临公会的同辈中人 不是白酒言欢 便是下棋聊天 甚至还与 那些不知情的至尊山庄女弟子们 一同饮酒作乐 玩得不亦乐乎 那叫一个潇洒自在 搞得那些整日风餐露宿 在暗中盯着楚风的人 不停地对楚风咒骂 但是也只能在心中骂一骂 在这种日子 过了几天后 终于到了联姻大会最重要的时刻 当初所有参加联姻大会的人 都再次聚集在了那座山峰之巅 并且 就连一直隐藏在暗中的 各位宗主及人物们 也是在此时隆重亮相 引来人们阵阵惊叹与欢呼 不明真相的人们 还真以为是至尊山庄有面子 将这些各大势力的霸主及人物 全都请到此处 来为他们捧场 而按照联姻大会之前立下的规矩 参加联姻大会的美女们 开始当众说出自己的意中人 只要那意中人答应 便会联姻成功 不得不说 楚风女人缘真是不错 竟然成为了 除了借清明 徐仲宇之外 最受欢迎的人 在百名女子之中 竟有七名女子 当众对楚风示爱 说自己愿意与楚风结为夫妻 希望楚风将自己带走 这种情况 使得楚风感到错愕 使得旁人感到羡慕 可也使得唐一修 白云飞 宋清风 刘霄瑶等自命不凡之人 气得咬牙切齿 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在比拼魅力的环节 他们竟然也会输给楚风 这个他们看不起的毛头小子 但是 最令人们想不到的是 面对七位美丽女子的示爱 楚风竟然是一一拒绝 没有同意与任何一人在一起 这种结果 可是惹得现场惊呼连连 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不过 相比于楚风 还有一个人更加过分 那便是这场联姻大会 最受关注的小美女子灵 被无数人视为圣女的子灵 无数人所期待的子灵 竟然干脆 没有现身 以闭关修炼为由 拒绝出席此次联姻大会 并且 他还带人替她宣布了一条消息 那就是她心中已有重力的男子 只不过这个男子究竟是谁 他要在出关之后 亲自告诉大家 对于这种情况 至尊山庄也表示很无力 毕竟子灵身份特殊 他们很难要求 或者命令子灵 不过为了表示歉意 至尊山庄则是诚意的 挽留所有参加此次联姻大会的人 多住些时日 直到子灵出关 宣布自己的心上人后 再离去 而不得不说 子灵的人气真的很旺 几乎九成的男子都选择留下 想亲耳听到 子灵宣布自己的意中人 也想再多看一眼 这位爵士小美人 当然了 也有很多人 还做着超级无敌大美梦 期盼着 自己就是子灵心中的心上人 子灵会与自己结为夫妻 在此之后 又过了几日 距离当日的约定 已经只差一日 据说 戒严等人筹备的 已经差不多 一百万颗玄珠 已是基本凑够 而也就在这一日 当日曾经答应过 楚风一些请求的 戒临公会副会长 高齐志 则是来到了楚风的住所 楚风小友 这是你需要的东西 乃是我这些 十日闭关修炼 亲自为你炼制的 高齐志 将一个乾坤袋 递给了楚风 而楚风查探之后 发现这乾坤袋内 有着两颗药丸 还有着23道 特殊攻击符 这颗禁药很是霸道 乃是楚风所见过 最恐怖的禁药 这颗禁药楚风 若是服下 修为应该能够连月四重 踏入玄武七重的地步 这样一来 在配上自己血液内的雷霆 楚风的修为 就能够达到玄武九重 玄武九重 手握骑兵的楚风 就连他自己想想 也知道那时的他 有多恐怖 而除了这颗极其霸道的禁药外 还有一颗疗伤药 这颗药丸 显然是高副会长 自己为楚风准备的 他知道楚风要做什么 所以特意准备了这颗疗伤药 因为再禁药的反噬效果 汹涌而来的时候 这颗疗伤药 则是会多少起到一些缓解作用 能够减缓反噬的痛苦 至于那二十三道攻击符 就更加厉害了 其中蕴含的威力非常恐怖 不但能够轻易地 破开蓝色结界 若是天舞镜的强者 被这攻击符正面击中 恐怕也将凶多吉少 甚至灰飞烟灭 这样的攻击符 普通的蓝袍戒灵师 也根本练不出来 必须是经验极其丰富 并且实力极其高深 结界之力运用的 极其巧妙的顶尖高手 才能做到 高副会长辛苦您了 这份恩情 楚风铭记在心 日后定会相报 楚风仔细地看了一下高副会长 发现这位老者 在这短短几日的时间内 竟然苍老了许多 双眼下现无神 面容也是苍白无血 就如同身患了重病一般 而不用想楚风也知道 高副会长为何会变得这么憔悴 想必定然是为了帮楚风炼制这些东西 耗费了极大的精力 甚至消耗了自己的寿命 可谓付出极大 楚风小友 千万别这么说 身为借林工会的副会长 却不能保你 老夫心中有愧啊 高副会长 无奈地叹息一声 满面的惭愧之容 副会长 借林工会真的是一座很好的势力 虽然我在借林工会待的时间很短 但借林工会的很多人 都给我楚风一种亲人的感觉 就拿您来说 本于我非亲非故 但只因我是借林工会的一员 便为我做了这么多 楚风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激 所以 您千万不要感到惭愧 因为 该惭愧的是我楚风 我楚风是什么人 我自己心中最清楚 我就是一个 做事不计后果 急急冲动 酷爱惹祸的人 没有人能替我擦屁股 因为他擦不完 不过我楚风有惹祸的本事 也有平时的本事 我依靠我自己 同样可以活得很好 所以 您就放心吧 明日 我一定会安安全全地离开此处 他们留不住我 只会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代价 楚风信誓旦旦地说着 说这番话的时候 他满面地自信 而看着这样的楚风 高富会长则是释然地笑了 说道 不得不说 你是我所见过最疯狂的年轻人 但同样的 你也是我最欣赏的年轻人 本章完 第三百九十四章 鬼斧之威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楚风的计划很简单 当他发现 戒严等人已是下定决心 不惜一切代价 都要拿走自己的修罗鬼斧之计 楚风便决定来个将计就计 他谎称与戒严等人交易 但实际上并未打算交易 而是利用 他们想要 拿到自己骑兵的心态 来坑他们一百万颗玄珠 以此来增加自己的修为 当玄珠到手之后 楚风别说斩断自己的手臂 连骑兵也不会留下 楚风会毫不犹豫地逃走 而跟高副会长所要的禁药 以及攻击服 就是为此准备的 虽说 准备已很充足 但是不可否认 这其中仍有着巨大的风险 可以说 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失败的话 楚风将面临的就是死亡 没人能救得了他 这一日清晨 楚风早早地便起床 将那颗恐怖的禁药 含在了口中 坐在宫殿的大殿内 静候戒严等人的到来 而戒林工会的 高副会长 徐仲宇 顾博等人 也早早地便来到了 当日定下交易的大殿内 站在了楚风的身后 哄 终于 那紧闭的殿门猛然开启 七道身影 飞掠而入 正是戒严 秦雷等人 抨进来后 戒严也不废话 直接将七个乾坤袋 丢在了楚风的面前 说道 一百万颗玄珠 一颗不少 还多出五万颗 免费送给你 仔细检查一下 确认无误 你就把修罗鬼斧交出来 然后自断右手吧 说这话的时候 戒严并未动 但他身后的秦雷等人 则是呈包围状 自四面八方 将楚风围了起来 可见他们也怕楚风拿钱不办事 转身逃走 毕竟当日在万腰山的地宫内 他们曾看见过楚风所施展的身法武技 那种速度 他们不得不防 而楚风也不客气 大秀一挥 便将那七个乾坤袋 吸入了掌心 随后以精神力查探 发现果然有一百零五万颗玄珠 一颗不少 且或真价实 这一刻 楚风心中狂喜 一百零五万颗玄珠 这可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数目 能够让他的修为得到突飞猛进 楚风将玄珠收好后 缓缓站起身来 将修罗鬼斧 从掌心释放而出 扫向七人 道 诸位 果然讲信用 只不过这把修罗鬼斧 我要交给谁呢 咕噜 看着楚风手中的修罗鬼斧 七人目光皆是变得光芒四射 甚至有人忍不住倒吞了一口吐沫 因为这把骑兵 可不是普通的骑兵 是能够认主的骑兵 哪个人都想将它占为己有 这骑兵 老夫须带回族中 由族长大人亲自布阵钻研 方能开启 就在这时 戒严平淡地开口了 而对于戒严的话 众人也没有意义 可见事先 他们便已经商量好 这修罗鬼斧 交给谁来处理 那好 戒严长老 你可接好了 楚风微微一笑 随后大袖一挥 便将那修罗鬼斧扔了出去 但是楚风扔出的弧度很诡异 乃是一个标准的高抛式 这一刻 所有人的目光 都不由得被修罗鬼斧所吸引 而也就在这一刻 楚风已是将含在口中的尽药吞幅而下 且急速炼化 与此同时 楚风血液中的雷霆 也是也是急速涌动 当楚风的双眼 涌现出雷霆图案之际 气息已是在无形之中 急速攀升 四重 五重 六重 七重 八重 九重 竟如楚风所预料的一模一样 楚风的修为攀升到了第九重的层次 这一刻 楚风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体内的力量有多可怕 那种力量之强 简直快要超出了他肉体承受的界限 如同要破体而出一般 碰 突然 楚风身形一纵 便化作一道流光飞奔而起 他并未向殿门的方向逃跑 而是直奔大殿的上方 飞奔而去 不好 他要逃 此时此刻 所有人的目光 都放在修罗鬼斧的身上 根本没人注意楚风 当他们察觉不对之际 楚风已是飞奔而去 并且以闪电般的速度 轰开大殿顶部 向上飞掠而去 先拿修罗鬼斧见状 戒严则是面色一变 大秀一挥 一股磅礴的犀利涌现而出 将楚风的那把修罗鬼斧 握在了手中 几乎在修罗鬼斧入手的刹那间 戒严已是布置出一层结界 将修罗鬼斧包裹在气中 他是想要阻隔楚风 对这修罗鬼斧的掌控权 嗡 然而 那结界刚刚覆盖完毕 其手中的修罗鬼斧 便化作一缕金光 消失不见 哈哈 傻逼老头 真以为你能隔断 我与修罗鬼斧的关系 这鬼斧早就与我合为一体 随我心念而生 随我心念而灭 除我之外 没人能控制于它 就在这时 天空上方传来楚风 肆无忌惮 满是嘲讽的狂笑 抬头观望 人们发现 楚风已将这座宫殿 捅了个大窟窿 此刻已是飞到半空之中 且手中还握着那把修罗鬼斧 给我杀了它 不要留活口 这一刻 戒严暴怒无比 他万万也想不到 事先早就做好准备的它 还是被楚风摆了一刀 这个小骗子 竟敢这般愚弄于我等 今日 他是自作孽不可活 也就休怪我等 不念当日救命之恩 取他性命了 与此同时 其他六位宗主及人物 也是 被楚风气得咬牙切齿 面容俱变 一个个的飞奔而起 向楚风追赶而去 然而 楚风怎么可能在原地等候他们 尽管此刻的楚风力量极强 可与天舞镜强者一战 但是面对七位天舞舞虫的强者 以及一位老辣的蓝袍戒灵师 他可不敢大意 所以他的目的很明确 那就是逃 问 只不过 楚风还没有飞出多远 他前方的天空 便开始蠕动变化 竟然出现了一道磅礴的蓝色结界 封锁住了这片天空 挡住了楚风的去路 这乃是一道结界阵 显然是有人事先布置于此 只要见楚风 有违约行为 便会有人将这座结界阵开启 为的就是防止楚风逃脱 楚风 你哪里逃 果不其然 就在这结界阵刚刚张开之际 两道身影自下方飞掠而来 乃是借士族人的两位长老 全部都是天舞 一重的修为 来得正好 刚好用你们来试一下 我这修罗鬼斧的威力 然而 此刻的楚风 怎么会惧怕他们 手中的修罗鬼斧猛然一挥 一道月牙形的光刃便暴射而出 这道光刃 长达十几米 本为黑色 却又散发微微光泽 涌动之间 夹带狼哭鬼嚎的咆哮 锁过之处 连空间都出现了道道裂痕 不好 这一刻 那两位借士族人的长老 面容大变 暗叫不好 因为他们 因为他们在那暗黑色的月牙形光刃之中感受到了致命的气息 但是为时已晚 只见那光刃飞掠而过 只听扑斥一声 那两位天舞一重的强者便被斩切成两段 连神识也被毁灭 彻底失去了生机 本章完 第三百九十五章 破阵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这鬼斧之威 果然厉害 有它在手 以我此刻的修为 恐怕天舞三重以下者 皆不是我的对手 此时此刻 楚风屹立天际 狂喜无比 先前那一斧子 只不过是试探性的攻击 还并未动用权力 若是动用权力的话 那两人定会粉身碎骨 恐怕光刃还未知 他们已经被压迫成了两堆肉泥 让我看看 你能否斩切开 这道结界阵 喜悦归喜悦 此刻的楚风 也不敢有所怠慢 它身形向前飞去 手中的鬼斧 便再次挥动 这一次 那黑色的光刃 比先前要扩大了数米 力量也是强横了数倍 空间一阵如动扭曲 连空气都被撕割成两半 天地之间的灵 缘 玄气都无法抵挡着谷威严 退散开来 轰中鱼 那黑色光刃轰击在了蓝色结界之上 狂暴的能量 顿时化作狂暴的涟漪漩涡 在天空席卷开来 快看 那是怎么回事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惹得人们大惊 至尊山庄内 很多不明真相的人 都被这刺耳的声音 视所吸引 抬头望向了天际 那 那好像是楚风 他在做什么 他 他手中的 那又是什么 虽然距离很远 但是也有眼尖者 一眼便认出了楚风 但是相比于楚风 楚风手中的修罗鬼斧 显然更为吸引人的主意 尽管 他们此时此刻 无法感受到修罗鬼斧的力量 但是那修罗鬼斧霸气的形态 哪怕让人只在远方看上一眼 也会不由被吸引 甚至被震慑 觉得那不是一件简单的兵器 戒严果然厉害 他所布置的结界阵 果然还不是我凭借自身力量 便可破解的 虽然涟漪还在扩散 但是楚风凭借敏锐的精神力 还是察觉到 自己的这一斧子 竟然未能劈开这道结界 这说明戒严的手段 的确很厉害 楚风坚信 这道结界 若是子灵布置的 他这一斧子 绝对能够轻易劈开 但是眼下 戒严所布置的这道结界阵 楚风却无法劈开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 哪怕同样是蓝袍戒灵师 但是结界强度 也有强弱之分 这种强弱之分 则与戒灵师的羞武实力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楚风 我早就在此处 不下了天罗帝王 你已无路可逃 就在这时 楚风身后传来雷鸣般的声响 是戒严等人追了上来 好个天罗帝王 我今日 就破你的天罗帝王 楚风冷哼一声 左手自乾坤带轻轻划过 一道攻击符 便出现在了手中 去 手指轻弹 攻击符便暴射而出 随后只听轰的一声 那道蓝色结界便爆破开来 出现了一道大窟窿 见状 楚风大笑一声 便催动身下的青龙飞掠而过 自那道窟窿 穿越了那道结界 该死 借灵工会的老不死 果然暗中帮了这小子 这一刻 戒严一眼便看出 楚风所使用的攻击符 非常人所能炼制 这样的攻击符 如今 在整座九州大陆 恐怕只有三座势力的人 才能够炼制出 那便是江氏皇朝 借氏族人 还有借灵工会 前两者自然不会帮楚风 所以戒严想都不用想 便知道是谁帮了楚风 定然是那位他的死对头 高齐智 哼 不过我倒要看看 你有多少攻击符 给我将结界阵全部张开 我看他能破开几道 但 戒严也是有恃无恐 他知道这样的攻击符 哪怕是高齐智来炼制 也需要耗费极大的精力 在此之前 高齐智不会无缘无故 炼制这种攻击符 就算炼制 也应该是为楚风逃脱做准备 在这十日之内炼制的 十日之内 就算高齐智不停地炼制 最多也就是几道而已 如若不然 将会损耗他的寿命 甚至对他日后的修为 造成影响 几道攻击符 虽然可以破开几道结界阵 但是戒严这十日 可也没有闲着 以楚风的居住的宫殿为中心 可是布置了十三道结界阵 封锁了这片天地 所以他觉得 哪怕楚风有攻击符在手 也是无路可逃 嗡嗡嗡 果不其然 在戒严这声怒喝之后 早就驻守于结界阵内的 戒林公会强者们 开始催动事先布置好的结界阵 十二道蓝色结界阵 冲天起 封锁天际 异常的壮观 看得至尊山庄的众人 目瞪口呆 惊叫连连 轰轰轰 但是紧随其后 楚风却是将那分割在天际的结界 一一破开 一一掠过 更是看得人们嘴斜眼歪 满面震惊 怎么可能 他怎么会拥有这么多道攻击符 眼见着楚风 一路势不可挡 竟然破开他锁不下的十三道结界后 那戒严先前的淡然自若已是不在 取而代之的是满面的吃惊 最主要的是 楚风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在没有障碍的情况下 哪怕是他也追赶不上 只见楚风骑着一条小青龙 带着阵阵狂笑声 一溜烟的便消失在了天际 可恶 真是该死 竟然被这小子逃了 妈的 那可是足足一百零五颗玄珠 足足一百零五啊 眼见着楚风逃走了 原刚宗宗主 火神门门主等人 气得咬牙切齿 袖内的拳头握得滋滋作响 戒严 你不是说 你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 楚风绝对跑不掉吗 现在这是他娘的什么情况 这种情况下 有人将怒火转向了戒严 换做是平常 他们绝对不敢这样 对戒严说话 但是今时不同往日 他们的损失实在太大了 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怒火 哼 老夫的准备本是万无一失 我所布置的结件 莫说是那楚风 就算是你们 也别想破开 但是 奈何有人暗中帮忙 赠予了楚风特殊的攻击符 我能有什么办法 说话之间 戒严将目光 投向了楚风所居住的宫殿 在宫殿之上 悬空站立着几道身影 正是戒灵工会的人 该死的戒灵工会 真是碍事 妈的 真是仗势欺人 我伙神们与他戒灵工会没完 哼 让他们嚣张 总有一日 我会让他们 我会让他们为今日的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 听戒严这么一说 秦雷等人 都将那杀鸡毕露的目光 投向了高副会长等人的身上 此事之后 他们对戒灵工会 已是好感全无 本章完 第396章 组长戒心鹏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楚风小友 终于成功逃脱了 对于那些仇视的目光 高副会长却根本不予理会 他关心的只是楚风的安危 见楚风已成功逃脱之后 他那憔悴的脸上 浮现出一抹安心的笑容 而他身后的徐仲宇 以及诸位戒灵工会的长老及强者 同样如此 都为楚风的安然逃脱 而感到高兴 只不过相比于他们 戒严等人 可就是脸色阴沉 郁闷不已 105万颗玄珠 这可真的 不是一个小数目 竟然这样 被楚风给骗走了 最主要的是 他们都是什么人物 可都是这九州大陆 最有威望的大人物 竟然让一个 只有16岁的矛头小子 在他们的层层包围下逃脱 实在是脸上无光 感到难堪 刷 可突然之间 戒严的眼前突然一亮 双耳猛然一动 脸上浮过一抹 不易察觉的吃惊之容 随后将目光投向 楚风逃跑的天际 嘴角竟然掀起一抹 安心的弧度 呼呼呼 此刻 在楚风的身旁 阵阵狂风不断呼啸而过 楚风仍在急速前进 尽管 此刻的他已经逃离了 至尊山庄 但是他却不敢有一点大意 毕竟是因为 服用了超强禁药 才有如今的实力 等禁药的效果失去后 他不但会失去现在的极限速度 失去现在的修为实力 身体还会遭受到要力的反噬 承受剧烈的痛楚 那种情况下 楚风莫说继续逃跑 恐怕连行走一步都很困难 所以 在要力消退之前 楚风必须全力以赴地赶路 找到一处安全的地方藏身 而这个地方 离至尊山庄越远越好 嗖嗖嗖 可是突然之间 楚风的四面八方 竟然涌现出到到蓝色的气体 那蓝色的气体宛如油龙一般 不断在楚风的周围涌现而出 跟随着楚风一同飞奔 并且数量越来越多 到的最后 在楚风的四面八方 全是那蓝色的气体 这是 蓝色结界之力 面对这一变化 楚风恍然一惊 因为他能够分辨得出 此刻那越聚越多的蓝色气体 正是蓝袍界 灵师独有的蓝色结界之力 而也就在 楚风察觉不对之际 那蓝色结界之力 已是交织在一处 形成了一座巨大的圆球 将楚风困在了其中 给我破 楚风不敢怠慢 赶忙抽出一张攻击服丢了出去 只不过 令楚风大感意外的是 他的攻击服 对这些结界竟然无效 尽管依然能够爆发出极强的攻势 但的确无法撼动这结界分毫 轰轰轰轰 在一次失利之后 楚风又连续丢出了几道攻击服 并且都丢在了同一个位置 尽管在数道符咒 在同一地方爆破后 的确起到了一些效果 但是同样还是未能 将那结界轰碎 最令楚风吃惊的是 这结界一层一层的凝聚 此时此刻已经凝聚了无数层 简直密不透风 楚风是彻底被困在了其中 是什么人暗中出手 楚风眉头紧皱 他知道 这样厉害的手段 哪怕是戒严也做不到 恐怕此刻拦住他去路的 是一位非常可怕的人物 楚风 你可真是好大的胆子啊 而就在这时 突然一道 立刻在楚风的耳边响起 那声音极其刺耳 就如同一道惊蕾 在楚风的耳内乍响一般 震得楚风脑袋嗡嗡作响 左右摇晃 险些自胯下的青龙摔落而下 紧随其后 楚风前方的蓝色结界 开始一阵蠕动 最终变化成一座大门 而自那大门之中 一名身穿黑衣的中年男子 则是脉步踏出 这名男子 双眉入病 双目如剑 一头乌黑的长发 散落于肩 与他那墨黑色的衣服 融为一体 显得狂放不羁 但又危险无比 因为 楚风惊恶地发现 这名中年男子的修为 竟然已经踏入了天舞六重 虽然 他只比戒严强一重 但是二人的实力 却如同天地之格 不仅仅是修为 这位中年男子 本身对修武的领悟 自身的天赋 也远在戒严之上 在这名男子的面前 哪怕楚风的修为 已是大掌 并且手握骑兵 但仍感觉极其无力 就如同自己是一只蚂蚁 在面对一只巨像一般 二人的实力 根本无法相比 你是借士族人的组长 借新鹏 楚风沉声问道 因为他觉得 这般年纪这种实力 以及借士族人 那特有的黑色服饰 必然是借士族人的组长无疑 你倒是很聪明 我的确就是借士族人的组长 借新鹏 楚风 你多次 针对于我借士族人 如今还敢公然骗去 我族的玄珠 你以罪无可恕 在临死之前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借新鹏开口问道 话语高高在上 就如同帝王在审问平民 哼 还真是借士族人的组长 我楚风真有面子 竟然连借士族人的堂堂组长 都被我惊动了楚风 哈哈一笑 随后道 我有什么话要说 是你想让我说什么吧 哈哈 聪明 实话说了吧 我可不相信 你这样的小鬼 真的来自 那落寞的青龙宗 就算你来自那里 也绝对并非在那里 学得的本身 我想知道 你的师尊究竟是谁 是谁传授了 你如今的这一身本事 竟然连秘籍你都掌握 还能得到骑兵的认可 借新鹏问道 可见他对楚风的事情 早就知晓 哼 我的师尊 提及我的师尊会吓死你 不过 你还不配知道 他老人家的名字 你有种就动我一根手指头试试 他定然会为我报仇 将你借氏族人覆灭 楚风冷哼一声 眼下他已别无办法 既然借新鹏似乎有所忌惮 他也只好借机吓唬一下对方 不成公子成人 哼 你还真以为 我是怕了你身后之人 你那所谓的师尊 我不过是想知道 究竟是谁在蛊惑你这个小辈 与我借氏族人作对而已 你不说 也罢 我今日就斩杀于你 剥夺你的秘籍 拿走你的骑兵 然后静候你那所谓师尊 找我复仇的日子 那一日 我会将它一并铲除 突然 借新鹏目光转冷 层层磅礴的天力 便自其体内爆发而出 向楚风汹涌而来 随后将楚风团团包裹 开始攻入楚风的体内 问 见状 楚风也不敢怠慢 意念一动 一层淡绿色的气体铠甲 便萦绕在周围 已是将玄武钝甲术 施展而出 呃呀 但是 奈何那天力实在太强 哪怕楚风 有玄武钝甲术护体 但却也难以抵挡 感觉到巨大的压力萦绕周身 不断挤压他的肉体 就快要将他身体挤压粉碎 下一秒就要死亡 轰渴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一声轰鸣在楚风的身后传来 与此同时 那萦绕在楚风周围的天力 竟然也瞬间消散 并且一道苍老的声音 也是在楚风的身后 响起 年轻人 楚风年龄还小 不如给老头我一个面子 饶他一命如何 本章完 第397章 简单一掌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当这道声音响起之后 楚风只感觉 一层柔和的力量 将其包裹 使其急速向后飘去 而当楚风身体停止飘移 那包裹自己的力量消散之后 楚风惊愕地发现 在自己的身旁 竟站着一位熟悉的老头 这个老头不是别人 乃是子灵的爷爷 紫轩元 只不过 此刻的紫轩元 给楚风的感觉依然很强 哪怕是如今的楚风 已是凭借尽要的力量 修为大掌 但还是无法看透 紫轩元的修为 并且从紫轩元 那坦然自若的模样 也能够看出 他一点也不惧怕 眼前的戒心鹏 你是何人 戒心鹏 剑梅倒树 冷声问道 我乃楚风的友人 紫轩元双眼微眯 和善地回道 友人 我是问你的名字 戒心鹏冷哼一声 哦 原来是名字 老夫名为紫轩元 紫轩元惭愧地笑了笑 你就是紫轩元 听得此名 戒心鹏的神情居然一变 眼中涌现出一抹吃惊 嗯 这位年轻人 难道听过老夫的名字不成 紫轩元笑问道 哼 多年之前 这秦州的霸主 乃是地满王府 地满王府根基雄厚 以称霸秦州有三百年的时间 吻压秦州的所有势力 在秦州境内 根本没有势力 能有地满王府抗衡 可是之前默默无闻的至尊山庄 却在十几年前突然崛起 将地满王府击败 成为了秦州的霸主 而这一切 则是与一位老人有关 这位老人来到至尊山庄 做了客亲长老 看似简单 但实际上 却使得至尊山庄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 日益扩大 直到超越了地满王府 成为了这至尊山庄的霸主 而这位传说一般的老人 不就是紫轩元你吗 借心鹏说话之间 双眼紧紧地盯着紫轩元 目光很是怪异 哈哈 想不到老夫 我竟然这么出名 只不过 对于这些事 外人可不了解 看来你借士族人 倒是暗中调查了不少事情 紫轩元哈哈一笑 随后有些怀念地说道 老夫与至尊山庄的前任庄主 的确有些渊源 乃是固有 受他之托 留在至尊山庄 做客亲长老 照顾一下至尊山庄罢了 当初的地满王府 实在太过霸道 见至尊山庄有崛起之事 便多次对付至尊山庄 在暗处耍手段 在明处做欺压 搞得至尊山庄人心惶惶 一片大乱 老夫实在看不过去 便到那地满王府之中 去和那位府主交谈了几句 想不到 他竟然主动上书将是皇朝 说他地满王府 不如至尊山庄 恳求这秦州 交由至尊山庄掌管 虽说 这样的结果 并非我所预料 但不得不说 那地满王府的府主 还是很给我老头子面子的 今日 我想带楚风小友离开 恳请戒组长 放过楚风小友一马 不知戒组长 能否也给老夫一个面子 子轩元面带微笑 话语看似柔和 但实际上却另藏玄机 是在彰显自己的实力 想让戒心鹏知难而退 既然子轩元老前辈都开口了 晚辈自然要给您老这个面子 今日我会放过楚风一马 但是日后再度相见 我可就难以保证 不对他出手了 戒心鹏说道 那老夫我 就多谢戒组长了 子轩元嘴上说谢 但实际上 并未有道谢地表示 哈哈 轩元前辈实在太客气了 不过既然轩元前辈 能够凭借一己之力 便让地满王府畏惧 想必前辈的实力定然不凡 晚辈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喜欢不断挑战极限 探索修武的更高境界 所以 想与轩元前辈切磋一下 不知前辈能否赏脸 戒心鹏很狡诈 他虽说答应子轩元放过楚风 但实际上 他并未真的打算放过楚风 他以切磋为名 与子轩元交手 若是不敌子轩元倒也罢了 若是子轩元不是他的对手 恐怕子轩元与楚风 今日都将死于他的手中 哈哈 也好 老夫也诉问戒士族人 乃是传承久远的一族 今日既然能与贵族族长相遇 也算是缘分 那就让老夫 我来领教一下 戒士族人族长的实力吧 突然 子轩元一袍一阵舞动 随后便如鬼魅般地消失在原地 再次出现之时 已是来到那戒心棚的身前 子轩元出手了 没有花哨的舞技 没有绚丽的身法 没有恐怖的威势 没有闪电的速度 而是缓缓地一掌轰出 带着一股柔和之力 不急不忙地 向戒心棚推动而去 喝呀 然而 就是子轩元这如此漏洞百出 甚至毫无威胁的一掌 却使得戒心棚的面容巨变 眼神之中竟涌现出一抹恐惧 他大喝一声 运转高级悬弓 调动全身天力 左手握拳抱于腰间 右手瘫掌轰于胸前 同样一掌轰出 对着子轩元的那一掌推动而去 虽说 同样是一掌击出 但是二人的威势却完全不同 戒心棚这一掌轰出之际 楚风能够明显地看见 他周围的空间都在扭曲抖动 无尽的天力涌现而出 进入他的体内 这一掌的威势 绝对不容小亏 恐怕是一座高耸的山峰 也会被他一掌拍成粉碎 问 然而 就是戒心棚如此凶猛的一掌 在即将靠近子轩元的手掌之际 却突然开始减缓 最后竟轻飘飘地贴在了子轩元的掌心之上 没有想象之中的轰鸣 没有预料之中的爆炸 二人的手掌竟就这样轻轻地交织在了一起 他 只不过 这看似柔和的碰撞 却并非表面上那般平和 几乎在二人手掌对碰的一瞬间 那戒心棚便猛然向后倒退一步 强大的力量 竟然在这天空之上 踩出道道裂痕 紧随其后 他身体爆发出一股极强的威势 四周的天力 开始更加凶猛地涌入他的体内 在这半空之中能够清晰地看见 无形的天力搅动天际 如同漩涡一般进入戒心棚的体内 戒心棚正在使用特殊手段来凝聚天力 他当真是使用了浑身解数 动用了自己的权力 但就算如此 那戒心棚仍然无法撼动子轩元 反而是咬牙切齿之间再次向后倒退了一步 本章完 第三百九十八章 紫灵所托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轩元前辈 我认输 终于 戒心棚大喊了一声 而也就在戒心棚喊出此句之际 紫轩元便收回了自己的手掌 淡淡地笑了 脸上始终是那轻松的表情 仿佛刚刚没有耗费一点力气一般 可是在关纳戒心棚 这位戒士族人的组长 天舞六重的高手 竟然已是面容苍白 大汗连连 大口大口地穿着粗气 甚至连那只与紫轩元 对拼过的手掌 都在微微颤抖 就仿佛他的体力 将要耗干一般 紫轩元老前辈果然不凡 晚辈甘拜下风 今日就此告别了 戒心棚脸色难看 对着紫轩元扣了一礼 又意味深长地看了楚风一眼后 便大秀一挥 将这萦绕在周围的结界消散 随后头也不回地 向远处飞顿而去 哇 轩元长老 想不到您老这么厉害 连戒心棚都不是您的对手 在戒心棚走后 楚风张大着嘴巴 仔细地打量着紫轩元 那眼中满是崇拜的小星星 哼 不过是一个小辈 也想与老夫我抗衡 我刚刚若再多用一分礼 他定会被我拍成肉酱 紫轩元冷哼一声 满脸的得意 轩元长老 您既然可以轻易地杀他 为何不再当当杀了他 听得此话 楚风那张大的嘴巴 不由地又大了一圈 修武者 皆不易 老夫从来不会轻易 取他人性命 哪怕是那黑蝉王 曾想对我的宝贝孙女 下毒手 老夫也是怀揣仁慈之心 放过了他和他的儿子 紫轩元笑道 什么 您这不是放回归山 后患无穷吗 楚风满脸诧异 无法理解紫轩元的 所作所为 谁 黑蝉王吗 他在修炼百年 也不是老头子我的对手 何况他本质不坏 我放他一命 他以感恩戴德 怎么可能报复于我 紫轩元摇了摇头 我说的不是黑蝉王 我说的是戒心鹏啊 毕竟戒士族人势力庞大 还有骑兵在手 不容小亏啊 楚风担心说道 哼 戒士族人 除了那个闭关一百多年的老家伙外 他戒士族人 谁能与我抗衡 何况 就算是那个老家伙出关 也未必能在老夫的手上 讨得便宜 九州大陆 除了那将是皇朝如今的当朝老祖 老夫怕谁 紫轩元甩一甩衣袖 满脸的不屑 闭关百年的老家伙 莫非 莫非是当年的那位爵士天才 楚风倍感吃惊 除了他 还能有谁 戒士族人 与戒林公会 如此有恃无恐地 稳坐第一势力的宝座 还不是因为 有那两个老东西坐镇吗 别人不知道 他们在闭关苦修 但老夫我可是知道 紫轩元撇嘴道 这 百年有余 竟然还存活于世吗 轩元长老 那么那两位如今的修为 应该在何等境界 楚风好奇地追问起来 因为他与戒士族人的关系 已是形同水火 如今一个戒心棚 已是够强的了 竟然还多出一个活了百年 并且百年前便纵横大陆的老怪物 楚风觉得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他们应该 嗯 不对 你小子是想借机 打探老夫 我的修为吗 紫轩元鄙夷地看着楚风 嗯 没有没有 晚辈真的没有这个意思 只是好奇吧 楚风赶忙摇头 那脑袋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虽说戒士族人的那位是老怪物 但紫轩元的实力 也同样是个怪物 楚风可惹不起 你这小子 真是胆大包天 什么事你都敢做 你放心吧 今日只是破例 今日之后 无论你小子再遇到怎样的危难 老夫我都不会再出手相救 哪怕你在我面前 被人扒皮抽筋 活活打死 我也会袖手旁观的 扑 听得此话 楚风差点没一口心血吐出来 因为简直没有像紫轩元这般打击人的 好了 你小子快走吧 相信那戒心棚 不会跟着你了 紫轩元也不管楚风是什么表情 而是对楚风摆了摆手 无论如何 楚风还是感谢轩元长老的救命之恩 若有机会 楚风定会相报 楚风恭敬地对紫轩元抱拳鞠躬 他并未因紫轩元 说日后不再救他 而责怪紫轩元 毕竟紫轩元与他非亲非故 人家没什么理由救他 今日救他一次 已是他的造化 楚风应当对这份恩情 感激戴德 铭记于心 好了 快走吧 不然等一下戒严秦雷他们追上来 我可不关你 对了 将这个挂在身上 一个月内 不要离开秦州 突然 紫轩元似想到了什么 从怀中取出一个三角形的蓝符 递给了楚风 定位符 楚风瞳孔一缩 身为一名戒灵师 楚风自然认识这东西 这是一种定位符 只要楚风将这定位符放在身上 这定位符的主人想找楚风 那就容易得多 当然了 定位符虽然可以定人的方位 但却也有距离的限制 这蓝色定位符 便是极其高级的一种 哪怕是普通的蓝袍戒灵师 也练制不出 想必 唯有高富会长那样的人 才能练出 但也需费上一番力气 不用看了 可不是老夫我要找你 是那个丫头让我交给你的 今日老夫会出手救你 也是受那丫头所托 看着楚风满脸的怪异 紫薛园撇了楚风一眼 是紫灵吗 听得此话 楚风心头一暖 自从回到至尊山庄后 紫灵便闭关修炼 谁也不见 楚风还以为紫灵忘恩负义 忘记了他当日的救命之恩 翻脸不认人了 想不到这丫头 原来还惦记着自己 好了 老夫就此到辞 你就多多保重吧 紫薛园说话之间 副手而立 飘然而起 眨眼间便消失不见 这位的速度 的确不是楚风能跟上的 而楚风 也不敢有所怠慢 眼下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 尽要的要力 已是支撑不了多久 楚风必须尽快 找到安全的避难之所 于是 楚风催动胯下的青龙 身形一晃 便向戒心棚离去的 另一个方向 飞奔而去 显然是不想再与 那戒心棚相遇 楚风的速度很快 快到天舞舞虫者 都追赶不上 几乎眨眼间 便消失在了天际 而也就在 楚风离去不久 在一片云朵之中 紫薛园 则是浮现而出 笑道 这小子虽然心念不善 杀心极重 但倒也配得上 我那孙女 本章完 第399章 联合通缉令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楚风运转龙游9天 全速飞行 但是飞了不过两个时辰 静要的力量便开始消退 反噬的感觉 开始汹涌而来 这种情况下 楚风也不敢继续赶路 而是在最近处 选择了一片 不是很大的山脉 躲了进去 所谓最危险的地方 便最安全的地方 这句话 的确有着一定的道理 这样不起眼的山脉 绝对不是躲藏的最佳地带 但是也正因如此 也许往往会被搜查的人 所忽略 所以楚风觉得 这里倒是一处 藏身的好地方 轰轰轰 进入山脉后 楚风手握修罗鬼斧 一顿乱抡 硬生生地在一面石山上 挖出了一座山洞 将山洞挖好后 先是在山洞外 布置多道感应结界 随后又在洞口 布置了隐藏结界 让他人发现不了这座山洞 做完一切之后 才安心地躲入洞中 额呀 很快的 静药的反噬力量开始加重 哪怕楚风已经将高副会长 赠予他的那枚疗伤丹药吞服而下 但这种剧痛 还是让楚风难以忍受 就如同 无数只蚂蚁 钻入楚风的身体 从血管 肌肤 乃至五脏六腑 全身各处 撕咬楚风 起痒难耐 剧痛无比 但是很快的 这种钻心的疼痛又消失了 紧随其后 席卷而来的是滚烫的炙热 就仿佛楚风掉入了一座火炉之中 承受着火海的折磨 又像是在楚风的体内 就有一座火炉 在燃烧着楚风的身躯一般 在这种恐怖炙热的折磨下 楚风将自己的衣衫 撕成粉碎 赤 裸全身 在这山洞内滚动 但就算如此 也无法抵挡那种炙热的感觉 终于 炙热的感觉消退 但是令楚风没想到的是 竟要对他的折磨还在继续 并且这一次 是刺骨的寒冷 冻得楚风瑟瑟发抖 难以忍受 如同掉入了一座冰窟一般 就这样 楚风时而大汗连连 时而浑身颤抖 时而抓心挠肺 时而垂胸顿足 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开始的时候 楚风还能大声地呼喊 以此来释放自己的痛苦 但是到的后来 楚风连呼喊的力气 都没有了 只是无力地瘫倒在地上 时不时地抽搐一阵 不得不说 这禁药的反噬 真的很折磨人 它不会疼得让人昏死过去 而是让人保持清醒 去全身心地体验那种痛楚 这就是代价 去索取不属于自己的力量 就要因此而 付出相应的代价 这便是禁药 眼下的楚风 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并且 这是他有生以来 感受过的 最难以承受的肌肤之痛 但是楚风却并不后悔 因为他活下来了 并且还因此 获得了105万颗玄珠 这些玄珠会让楚风 修为大涨 距离玄武七重更近一步 也就等于 距离解救苏柔与苏美姐妹 更近了一步 所以楚风 觉得这一切很值 哪怕这种反噬的代价 再痛再久也值 不得不说 紫轩园的威慑起到了作用 戒心鹏真的离开了 并未暗中跟着楚风 所以 楚风暂时是安全的 只不过 在楚风在那山洞内 饱受禁药反噬 那一波接着一波的折磨之际 分别损失了15万颗玄珠的势力 也并未甘心吃掉这个哑巴亏 而是有所行动 袁刚宗 火神门 白藏教 逍遥谷 剑神谷 戒士族人 这六大顶级势力 悬赏重金 在九州大陆各处发放通缉令 联合通缉楚风 至于通缉楚风的理由也很荒唐 竟说楚风夺取了 他们在一座远古遗迹内 发现了骑兵修罗鬼斧 并且还因此下药 毒害了他们势力的高手 使得他们损失惨重 还说 楚风这样的就是祸害 尽管年龄很小 但必须除掉 否则日后后患无穷 对于这一荒唐的说法 戒林公会并没有站出来说什么 毕竟他们已经帮助过楚风 帮助楚风在当日成功脱逃 也正因如此 袁刚宗等势力 对戒林公会心怀恨意 甚至想对戒林公会动手 这种时候 他们实在不能再插手楚风 与其他势力的事 否则就等于引火自焚 而至尊山庄 竟然没有通缉楚风 而是默默忍受了 楚风骗走的十五万颗玄珠 至于为何如此 想必与子轩园 多少有着一些关系 不得不说 这通缉令一出 顿时闹得沸沸扬扬 毕竟联姻大会 楚风已是一举成名 很多人对楚风 都是好感倍增 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 可万万也想不到 楚风竟是这样一个人 这使得很多人 对楚风升起的好感 都破灭了 尤其是在六大势力的渲染下 楚风很快便被扣上了 一个卑鄙无耻 因很毒辣的名头 被无数人所唾弃 这一日 距离楚风逃离至尊山庄 已过去了十日 所有参见联姻大会的人 都再度聚在了山峰之巅 不应别的 只因为那闭关已久的子灵 已在今日出关了 并且将在今日 宣布他的意中人是谁 真不知道子灵姑娘的意中人 究竟是谁 应该是介清明吧 不是介清明 就是徐仲宇 毕竟他们两个 是此次联姻大会之中 最优秀的 也只有他们 配得上子灵姑娘 怎么可能 介清明与徐仲宇 不是都已经成功 与至尊山庄的弟子联姻了吗 他们已经与子灵的 同门师姐定下婚约 子灵这样聪明伶俐的姑娘 怎么还会选择他们二人 那可不一定 婚约可以定 也同样可以毁 何况子灵姑娘 是在他们订婚之前闭关的 她的心上人 早就生于心中 相信她是一个 敢爱敢恨的姑娘 若是她真的爱上了一个人 哪怕那人已有婚约 她也会开口说出 自己喜欢的那个人是谁 而不会临场换人 此刻山峰之巅 人山人海 对于子灵喜欢之人 人们猜测纷纷 很多人都觉得 介清明与徐仲宇的可能最大 但也有人觉得不可能 对此 人们竟然还争辩了起来 哼 介清明 介清明 除了介清明 就是徐仲宇 难道除了他们两个 九州的年轻一代 就没有人了不成 人群之中 唐一修愤怒地吐了一口口水 而在她身旁的白云飞 刘逍遥 宋清风等三人 也同样满面的不爽 作为同样拿到邀请函的 他们来说 实在不甘心 人们只把焦点 凝聚在介清明 与徐仲宇的身上 本章完 第四百章 紫灵出场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没错 九州大陆的年轻一代 绝对不止徐仲宇 和介清明 而紫灵姑娘的义中人 也定然不会是他们二人 而是我 慕容宇 突然 一道深碑神木剑的身影 走入了人们的视线 此人正是剑神谷的少谷主 慕容宇 哼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听到慕容宇的话后 宋清风等人皆是冷哼一声 与慕容宇有着很深过节的他们 自然很是不爽慕容宇 更不会忍受慕容宇光天化日吹牛皮 怎么 你们是不是皮子又痒 欠收拾了 慕容宇比的扫向四人 霸道无比 你不过就是仗着自己手有骑兵罢了 若是没有骑兵 你未必是我对手 唐一修不服的吼道 慕容宇 你有种不用骑兵 我与你单打独斗 咱们好好战上一场 宋清风也是跃跃于世 真是无知 有骑兵也是本事 怎么 我有骑兵还不让用 你们有本事 倒是也去弄一把来啊 没有这个资本 就别说别人不行 慕容宇比试地说道 放屁 那神木剑 是你自己得来的吗 你不过是仗着自己 有个好爷爷罢了 白云飞咒骂道 有个好爷爷 也是上辈子好事做得多 这辈子才有这样的运气 你们也不用羡慕极度 这辈子不要再做恶事 多做些善事 说不定下辈子也能投个好胎 但我看 你们现在这德行 恐怕下辈子也够呛了 慕容宇嘲讽着 暗示他们四人 这辈子是没戏了 也只能指望一下下辈子 是啊 提到运气 你爷爷还真是有狗屎运 被人打落悬崖 不但没死 反而捡到一把骑兵 不过可惜啊 却因此摔成了重伤 骑兵刚捡到没两年 就双腿一蹬 一命呜呼 死了 哈哈 刘逍遥也是冷声讽刺 刘逍遥 你真是找死 而听得此话 慕容宇的面容猛然转冷 抽出自己身后的神木剑 那磅礴的威压 便向刘逍遥席卷去 哄 可是 还不但那威压触碰到刘逍遥 一层涟漪便爆破开来 而当那涟漪散去之后 人们惊恶地发现 一位手拿折扇的中年男子 竟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刘逍遥的身前 而此人正是逍遥谷的谷主 慕容谷主 管好你自己的儿子 如今 我们可是统一战线 这样自相残杀 成何体统 逍遥谷谷主 挡下这道攻击后 倒并未对慕容宇发难 而是对慕容宇后方走来的一道身影怒吓起来 这位正是慕容宇的父亲 剑神谷的谷主 于儿 如今我剑神谷 与袁刚宗 火神门 白葬教 逍遥谷乃是联盟势力 你日后切记不能再如此任性 与其他几位师兄为难 否则我就收回你的神木剑 剑神谷谷主 剑眉道术 冷声斥责 孩儿不敢啊 慕容宇显然很怕自己的这个父亲 尤其是听到 竟要收回他的神木剑后 更是吓得赶忙认错 而这样一幕 也使得唐一修 宋清风等人脸上增光 在一旁冷笑连连 你们几个也同样给我注意点 论年界 你们比慕容宇还要大上一些 作为师兄 就不能让着师弟一些吗 然而就在这时 逍遥谷谷主 却是对四人呵斥起来 逍遥谷等势力关系一直很好 所以逍遥谷谷主也就等于是他们的长辈 所以对于逍遥谷谷主的贺耻 唐一修等人则是低头不语 不敢顶嘴 想不到 向来不喜欢袁刚宗 火神门 白藏教 逍遥谷的剑神谷 在利益的面前也屈服了 人群之中 徐仲宇见到这一幕 不由眉头微皱 目光闪烁起来 因为这对他借灵工会来说 可不是什么好现象 唉 都是那借士族人在背后捣鬼 这样下去 恐怕我借灵工会与借士族人 早晚要有一场大战 一位借灵工会的长老 低声说道 无妨 只需再忍一年 一年之后 就是他们付出代价的时候 高副会长 目光变得冰冷起来 而听得他此话 收到传音的徐仲与顾博等人 皆是疑论 尤其是顾博 更是暗自说道 一年之后 那位老祖便要出关了吗 真想见识一下 他老人家的风采啊 只是楚风 你能熬过这一年吗 只要想到 如今九州最顶尖的六大势力 在联合通缉楚风 顾博便担心得不得了 快看 是子灵姑娘来了 就在这时 人群之中突然传来一声惊呼 随后 所有人的目光 都不由扫向了远处的天际 这一刻 几乎所有人的心跳 都不由加快了 因为在天际之上 一座精致的坐轿 正由四位天舞镜强者抬着 缓缓而来 这特殊的出场方式 在场之人已不陌生 乃是子灵特有的出场 身为至尊山庄庄主 秦雷一女的子灵 在这至尊山庄内的地位 可谓极高 并且 一些知道内秦的人也了解 子灵还有一个不得了的爷爷 那个爷爷的实力 恐怕不弱于秦雷 甚至比秦雷还要厉害 所以 在场的所有人 只要是个男子 都想与子灵联姻 想俘获这位少女的芳心 终于 那座轿缓缓落下 而伴随着轿门的缓缓开启 子灵也是脉步而出 浮现在了大家的视线之内 今日的子灵的确很美 清澈水润的大眼睛 又长又翘的眼睫毛 这样的眼睛很干净 但却比那些狐媚的眼睛 更具诱惑力 而子灵的面容更不用说了 极其标准的瓜子脸 娇小的穷鼻 粉嫩的阴口 那雪白而晶莹的肌肤 配上那语中不同的紫色裙摆 着实迷倒了无数人 哇 太美了 这样的女子 本该只出现在梦中 想不到在现实中 也能看到 此时此刻的我 就如灵梦境一般 若是此生 能有子灵姑娘这样的美女 伴随左右 此生何求啊 唉 只是不知道 究竟谁会有那么好的运气 能够博得子灵姑娘的芳心 不管是谁 能娶回子灵姑娘这样的美女 都是祖坟冒清烟 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当子灵出场后 惹来人们惊呼连连 所有人都被这位少女的美貌所吸引了 所有人都在期待着 子灵的心上人究竟是谁 本章完